咱们说好了 谁要说我胆小 胆小您现在举手 现在举手 我那个找保安线给您掺住去 我演完了您再进来 咱们再客气客气 你别听到最后 你吓得跟什么事咱们犯不上 另外我要嘱咐你们 可是你们说的要听这个 我本来说小科都找妈妈多好 俩都听啊 俩小科都找妈妈 哪那么些蛤蟆样子 好 先话少说书归正传 当玩二十分钟就过去了 这个今天的故事发生在 清朝末年 哪一年哪一年都行 你要说嘉庆年间也行 道光三年也行 光绪哪一年都可以 发生在北京 清朝末年北京东城 有这么一条糊涂 葡萄里边住着一家人家 两口人过日子 两口子 丈夫不在家 这媳妇在家 丈夫做买买去南方没回来 走了将近一年了 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 你出门说走个三年两年 都很正常 这个丈夫不在家 家里就是媳妇 媳妇叫秀琴 叫秀琴 曹石家务干活都挺好 这房子很好 因为刚买时间不长 现在说就算装修的很好 四白落地 干的尖尖都不错 天天跟家自个儿过日子 这天 出了点腻味事 什么事呢 门口来一个送菜的大马车 这马车往这来呢 这街上呢 老太太抱着孩子 这孩子多大呢 刚能在地上跑 但是跑不利索 所以车一来 老太太赶紧就把他抄起来 孩子有危险 赶车的这种呢 又怕这马往前跑 趟着人 就这么一拽 这马往旁边一带 他一车菜 就挤在这墙上 这墙上 就是这大奶奶秀琴 他们家这东南角的墙 那一车菜也不轻声了 光一下子 这墙就挤歪了 这都出来了 你这怎么弄的 说会吧 赶车子直道歉 我说您看没办法 老太太弄的孩子 怕出事 没想到 这创了人家墙了 您看我们赔点钱吧 人这么客气呢 给大奶奶也不能说什么 这事闹得得了 也不叫什么事 他拉倒了 也别要钱了 人很厚道 不要钱了 别急别急 您说弄这墙修好了多少钱 那能多少钱 不要紧他 那别急 我给你弄点菜吧 大车上抱点菜 跟您赔礼道歉 放下来 这客气完了 赶车走了 大奶奶琢磨着 得找人修我这墙 这墙眼瞅着就塌了 拐个弯去下一个糊涂口 住着哥俩 就是泥瓦匠 姓涅 亲哥俩 涅老大 涅老二 找哥来看这个 就靠东南角这墙 眼瞅着就快塌了 有了地砖都下了 砖都歪了 这怎么办 你老大 你老二说 这也不要紧的 干脆就把它推了 推躺下之后 咱们重新 就着这些砖 把它再弄起来 就得了 那您受累吧 不叫事 害这个简单至极 哥俩就忙活 先把这墙推倒了 打根上 弄得干干尽尽的 就准备沙子灰 要盖这墙 除了进去 一干活 这大奶奶 就给人家准备茶水 拿手印擦汗 磕磕唧唧的 这过程当中 哥俩这老二 嘴有点碎 一边干活 净闲话 家里您几口人呢 又您一日在家呀 大爷没回来呀 你这抢他了 这夜里谁出来进去 上这串门来呀 就说点这个便宜话 开始呢 大奶奶也没搭理他 越听越不像人话 你这个 好好干你的活 您说多少钱 给多少钱 您这话说的 咱们离着都不远 两条糊涂 那话说的合适吗 给了他几句 这几句话说完之后 你老二不言语了 干活吧 气强能费多的功夫 一天的功夫 都干完了 之前说那钱 给完钱 哥俩走了 大奶奶也没往心里去 看看还挺好 把地扫了扫 收拾收拾 这一天就过去 晚上自己做饭 一个人也得做饭呢 做饭吃完了 食顿好了 把门插上 准备回屋呢 歇着 坐在这 想了会儿 想自个儿的丈夫 怎么还不回来 走的时间可不短了 不放心 虽然说走的时候 也给我留了钱了 过日子 吃喝穿戴 什么都够 但是一个人跟屋里边 这个日子不叫过的 得等你回来 倒门了一会儿 要喝了口水 就睡觉 按现在的终点来说 大概睡到晚上十一点多 就觉得外头起风了 就这院里头 在这风里头 隐隐约约的 就听见有小孩的哭声 坐起来 一个人在家 别人啊 我不知道你哪位有这个经验 你哪怕家里有小孩 哪怕养一小狗 甚至有小猫 你都会觉得不害怕 就怕一个人 他爱琢磨 人都是这样 为什么害怕 嘀咕 越嘀咕越害怕 你看不论您在座哪一位啊 您待会儿停完下回家 啊 对吧 你回家 然后到家了 哎 把车停下来 从停车地儿到你们家那儿 灯就黑了啊 回家进门 家里停电了 啊 你把门锁好了 躺在炕上 你就老听你这床底下有动静 是不是 我是这么一说呀 啊 未必没有啊 你准嘀咕 对不对 越想越害怕 是不是 这就是大胆着就坐下来 刮风可以理解 是吧 虽然说岳父不至于刮风 但是要说刮风 闹天 也可以接受 这隐隐约约 有小孩的哭声 这是为什么 越听越珍重 你掀着背 下地了 来到门口这儿 把这门打开了 错点缝 往外观桥 就学着有问题 怎么呢 院子里边的树 和墙外头的树 这个树叶不动 树叶不动 但这风声 依然在有 就这院里的气风 大奶的胆子不小啊 咔 门就打开了 探出头去 站在门口这儿 往院里看 就感觉着院子里边 有一团风 在这儿转 而且这风里边 影影抄抄的 像是有个影子 忽大忽小 就站着看 看了两秒钟 大奶奶就觉得 从头顶到脚心 都凉透 这风里边这影子 特别像一小孩 一边刮这风 一边奔着人来 这小孩在这影子里边 伸手那意思 找大人要抱 害怕不害怕 你没往心里去 也没说你呢 说话之间 这骨子黑烟 就快到跟前了 黑烟里边 这小孩伸手 要往前扑 那意思你得抱我 大奶奶一转身 人就进来了 把门就摔上了 雾灯就坐地上了 半天都没站起来 为什么呢 看得太真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啊 好半天的功夫 拽着旁边这桌子 站起来 这腿一劲哆嗦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只冷耳朵又听了一会儿 好像这风下去了 那小孩的声音也没有了 不对 又听了听 风没有了 但小孩的声音还在 比刚才听的更真 大奶奶心说要了命了 埋怨自己的丈夫 缺德了 你还不回来吗 骗我一个 附到人家 在家 我吓也得吓死呢 亲说呀 有什么事 明天亮再说吧 问问街坊 有几个奶奶 沈子大娘的 谁有主意 给我出众 这怎么办呢 一嵌声 坐在炕檐上 这个心还 蹬蹬蹬蹬蹬蹬跳 有这么二十来分钟 听了听 外边没声音 心说我睡觉 刚要睡觉 你们不带这样来 你们吓我一跳 以后你们要乐 你们举手呀 说一声 刚好睡觉 就听那外边 有人敲大门 换您各位 这会儿你说怎么办 夜半精神 谁 我 你输了 有人扎门 咱得说 这大奶奶 就算是个英雄 下地 把这门打开了 看着大门 谁呀 谁大伤呢 谁 那还比如说话了 开门吧 您呐 你谁呀 开个门 您就知道了 你别看 半夜来了陌生人了 这个也比刚才黑烟里那小孩 让人踏实得多 你听声音 他是个人呢 而且咱们这是个糊涂 我出去看看开门 哪怕是个坏小子 我嗷嗷一声喊 接风出来 我还壮个胆呢 他比那刚才那呜呜 比那个好了多呀 大奶奶出来了 到这一边走一边说 谁呀 黑晶半夜的 为什么这么说 给自个儿装胆 谁呀 这是 开门 打开一看 门口站着一个半大小子 十四五 十五六 或者说十六七 这么一个半大小子 长得不好看 粗眉毛大眼 撇着嘴 大奶奶一乔不认识 这糊涂没这孩子呀 你是谁呀 您不认识我 废话 认识你不就说出来了吗 那你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干妈 咱别玩笑啊 咱没见过 对不对 我是您干儿子 你上家来过吗 头一回 就没有这个 瞎认亲戚的这孩子 你找错了吧 不是 那个 我 我知道是这 我干爹告诉我 说住在这 他快回来了 让我先来打个前站 我走的比他快 你这个 你这孩子 这孩子说着话了 跟我往院里探头 咱家里有问题 你说什么孩子 咱家有问题 咱家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咱这院 您且开了 拿手一扑了 这大奶奶 这孩子进来 到这院里看 这孩子刚站住了 这院里 这黑烟就起来了 嗚 一股子风 风里边 刚才那小人影 又出现了 一个小孩 扎啥子俩手 往前扑 这小孩也不客气 伸手那意思 我要抱你 这黑眼过来 到跟前 要抱没抱呢 这干儿子一抡手 啪 给这黑眼里 这小孩一大耳贴子 当时 眼前什么都没有了 嗯 妈您瞧 我说有问题吧 是不是 哎呦 这孩子 你来之前 我刚闹了一起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是吧 你怎么瞧出来不对 您们管了 我先找着这毛病在哪 这小孩跟着院里边 来回转 瞧瞧房顶子 瞧瞧地上 看来看去 看着这墙这 从上下打亮这墙 这个墙 这个墙是不是新盖着 呦 孩子 你怎么知道呢 还没干呢 这肯定是废话 谁都看得出来 不对 这里有问题 就一抬脚 啪 就这么一踹 确实墙也没干呢 还不结实呢 它踹在底下 比如说这墙这么高 它在离着地不远地 一抬脚踹出一窟窿 底下好几块砖掉了 它就蹲下 跟着爬啦爬啦爬啦 最后从井底下 掏出一块砖来 干嘛 您瞧 这块砖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您看看 您瞧瞧 大奶奶接过来 翻过来掉过去 没有问题 孩子 毛病出哪了 您往这儿敲 拿手一指 这砖的正当劲 有一滴鲜血 人的血 孩子这是什么问题 这谁给咱家盖着墙 这是他刻破中止 把鲜血 滴在这上边 这个东西 叫验圣 验圣 您上网搜 有这俩字 讨厌的验 胜利的圣 这是过去盖房的呀 不管是瓦匠啊 木匠啊 常用了一种手法 验圣 就是我很讨厌你 所以我需要战胜你 大概是字面这么解释 于是在盖房的时候 会有一些个技巧 通过这些设置 和他的咒语 诅咒你们家 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咱们哪天可以单独 拿出一个时间来 就讲这个验圣 因为验圣的故事 那无计其数 说这个就是有人恨您 给您设计的这个 你看上面有写 按他们那行来说 刚才咱们这个碰见黑烟 跟这个是有关系 哎呦喂 孩子 这得亏是你了啊 这行了 这你一脚给踢破了 这墙 咱们家这就太平了 干嘛也不能这么说 鬼是不闹了 但是很容易闹贼 揣一大窟窿啊 小偷再进来就很方便了啊 那先马上吧 明天再说呗 把这块砖就搁在外头了 剩下的砖往这一马 大概填平了 说明白天找人在弄啊 孩子你进来吧 上家来吧啊 姓什么叫什么 说说你干爹的事 不不不 不着急 我就先跟您说一声 我干爹快回来了 就这两天的事啊 那我别打扰您休息啊 别打扰您休息 按说我不该这点回来 我也没想到啊 您歇着吧 歇着吧 明后我再过来 我再过来啊 哎你别走 这孩子 我还没问清楚 我还来呢 冷头清 这孩子就走了 大奶奶回了屋来 坐在这儿 想了想这点事 太奇怪了 这一闹心思呢 这盹就过去了 坐在那儿 自个儿弄了口热水喝 桌上点着自个儿的油灯 琢磨着 这当家的这是跟哪儿 收这么一个会法术的干个儿子 这孩子还挺好 你别看长得丑吧 还挺冲 你看打他弄完这砖 到现在院子里边 没事了 你没有声音 没有哭 也没有什么黑烟 都没有了 挺好 挺高兴 大奶奶一人坐着喝水 桌子上放着这垃台 叫这个灯啊 不在这儿立着吗 这是那火苗 吐露吐露吐露 他坐在这儿 喝这茶 这身后的呢 这身后的是墙 墙上面挂着画 这边是他睡觉那个床 这边是桌子 连吃饭在干嘛 这他屋里边 大概叫白色 就在这个墙上这儿 挂着一张画 挂张画 这大奶奶也不懂这个 但是房装挺好的 这画是人家原来留下来的 都一直没摘 要不这墙上 四白落地 大白墙不好看 所以这花一直没摘 画上呢 画着一美女 挺好看的 你想象中那种古装美女吧 画上 他坐在这 这是那灯 灯上面是那火苗子 这火苗子呢 晃着晃着呢 因为后边紧来的就是那床嘛 过去床不是那种架子床吗 您见过吧 古玩店看看去 外边有什么一四方的矿子挂着漫障 然后人在里边睡觉 那个床好说在哪呢 睡着踏实 为什么呢 把这帘放下来 就在那张床上是一个私密的空间 您上故宫看看去 皇上睡觉那屋 也没也没这台大 为什么呢 这睡得不踏实 你说真是这么大一卧室啊 方圆四公里 当家来一床大伙 跟躺坟地似的啊 所以睡觉的房间一定要小 安全感 私密感 墙 所以他这屋 这儿就是这个架子床 架子床上挂着漫障 挂着刺 大奶奶坐在桌子这儿 那这环境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他吃饭也在这儿 后边就是墙 这个蜡烛一摇晃 你想啊 这蜡烛照到后面摆在墙上 它会有影子 这各位能理解啊 它会有影子 它这个影子呢 正好拿这个光 就照到这个漫障 这个漫障呢 你都见过 现在找人做窗帘了 就给你做 挂着那各式各样的 两边拴个蝴蝶碎似的啊 这个漫障上有个碎 有这么一条 这个是什么样子呢 就这样的 拿灯就把这个 这条绳索的影子 就映在后边墙上 我再重复一遍 各位啊 灯影 把这个漫障的碎 映在后边墙上了 这个碎 正好就照在这画上 这个美人的脖子上 后边画上不一大姐吗 一大姐 跟后边画上了啊 现在那影子 把这漫障 这绳子 理解了吧 就搁在她的脖子上了 大奶奶呢 是背对了一个画 她后边身上墙 她坐着喝水 想新事 后边她不知道 这影子 挂着一绳子 一会儿的功夫呢 画上这大姐活了 打这画上下来了 你想啊 这个状态啊 比如说你一会儿回家 把你们家挂历上去 这年头谁家挂历 好了没事了 没事了 她就下来了 下来可前面不知道 下来就奔漫障去了 就找刚才照的影子那时 后边的大姐 一吊这个 往脖子上一挂 手松开了 回头跟这儿啊 玩得很愉快 她玩得很愉快 前面还有人呢 大奶奶无意中一回头 吓坏了 再一挫眼神的功夫 没了 这种又回去了 又上那画上摆着去了 体育休闲活动结束了 大奶奶心说 我不要再睡觉了 这个屋子是待不了了 都这么着 坐在天亮 到天亮呢 外边太阳一出来 倒觉得有点困了 有太阳了 人就踏实了 迷迷糊糊跟这儿 睡了一会儿 这一觉睡到什么时候 现在说上午十点来钟 啪啪啪啪砸门 大奶奶醒了 谁啊 干嘛我来看你来了 我那儿子来了 你别看 不知道叫什么 现在觉得 他就是自己的亲人 赶紧下地 开门到这儿 把院门开开了 果然是这孩子 干嘛我回来了 昨天这个 没再闹吧 院里没闹 你这话的意思 你上屋里参观参观来 进来吧 让他勿连 怎么回事 你往这儿瞧 这大姐昨天打秋千 被我发现 如此这么慢 这么慢如此 把事一说 小孩也愣 一把把这花就摘下来了 咔嚓咔嚓 几把就撕了 紧跟着点火就烧了 在院里找一嘎啦 把他烧了 这一烧 就这花里边 隐隐约约 有人哭 锅完了 这花也烧完了 小孩打门打门手 还烧什么 没有了 拿这么些个妖精 行 这回您放心吧 或是 那个 你干爹 回来了没有 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您放心吧 这一半天就到家了 您等着吧 我迎迎他去 你回来 三叫五叫 没叫回来 小子走了 就这么愣 他奶奶 怎么 那我 买菜去吧 买点 应用的东西 青菜 家里是有 买点肉 买点鱼 是买点什么的 准备着 万一他回来呢 去吧 打架出来 拐个弯 就糊涂口那边 有这么一片地 好些个摆摊的都跟这 买点肉 买点什么 需要用的东西 走到口这 就看这 有一摊 这摆摊的这个呢 是一大姐 多少岁数呢 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坐在这 这裙子呀 盖的特别严实 跟前有一盆 盆里有几条鱼 这鱼也有大有小 坐在这 这卖鱼的这大姐 满脸的愁容 说话时间就过来了 也没理的 就蹲那瞧这几条鱼 瞧瞧一抬头 卖鱼的大姐 就流眼泪了 哟 大奶奶说 您怎么的了 这鱼卖不卖 卖啊 卖鱼啊 卖鱼 您怎么哭啊 不是 你一挑这个鱼啊 我想起我爸爸来了 这都不挨着呀 怎么我买鱼 想起您父亲来了 你不知道 我爸爸 我爸爸死了 怎么回事呢 嗨 大姐说了 他爸爸是钓鱼的 又拿网 又拿那个针 跟那搬针 钓鱼 各式各样钓鱼方法都会 这两天 他爸爸出事了 往里边 往上就大鱼了 老头下水 弄这鱼去 一把就抓住了 很高兴 没想到 攥在手里边 这鱼啊 拿尾巴 就抽着他父亲脸上了 他父亲没站住 就一下子摔在水里边 这水里边呢 那泥上面有半块碗茬 就这碗茬 整扎太阳穴上 死了 他也没想到 他爸爸打一辈子鱼 完事让鱼给嘴巴 最后死在鱼身上了 那一环一报嘛 所以说 撇下我一个人 以后你说怎么办 就我明儿俩过日子 我一想我爸爸死了 我也难过 我一想以后 这点鱼卖完了 我也没什么可卖的 我难过 嗨 大奶奶热心茬 你别这么难过 不至于的 这个年轻人长得那么好看 找人嫁了吧 嗨 您不知道 我这样的不好嫁 怎么不好嫁 我没有脚 说着话 把这裙子望上一撩 大奶奶吓一跳 满鱼这大姐呢 这裙子底下有腿 但是打这脚脖子 这底下就没东西了 没有脚 呦 您这是怎么回事 嗨 我这打小 就这样吧 这么些年来 就出来进去 我得爬着走 你说这玩儿 不容易吗 以后我怎么办呢 我这个命也太惨了 这一哭 大奶奶 心眼软了 哎呦 哎呀 家住得远吗 远 好几十里地呢 这买完鱼爬回去 得过年 哎呦 家里还有亲戚吗 没有什么亲戚了 我还说 就这块 胡吐也多 人也多 我还说 谁家要是用人 我给人家 当个老妈子 叨个丫鬟 哎呀 姑娘不是我劝你 你这样当丫鬟 不好当 人家老爷喊你 这多长时间 能到跟前来 那你说我也得活着呀 要不你掺着我 我死去 会拿哪成去 那这样吧 这个也是 咱既然有缘分 要不你 上我们家 先住两天去 好啊 答应的特别催生 上我们家住 我去 这鱼给您了 我也不要钱了 我就跟着您走 你说这话 说到这份上 都没有客气的功夫 那行吧 那我掺着您 大奶奶这人呢 好心眼 这手端鱼盆 这手掺着卖鱼的 这回行了 这一说出来买鱼 连盆带卖鱼的 都弄回来了 回家吧 到家来 坐在这吧 这主啊 打脚脖子底下 也有两只 类似鞋一样的东西 裹着这俩腿 也能走 但走起来 就是不是那么稳腾 连走带扭 回来了 坐在屋里坐着吧 大奶奶一说 这回行 本来我一个人 偏偏跟屋里闷腾 这回我算 找着姐妹的了 我天天伺候她吧 聊天天 说话 一聊天 觉得还挺好 卖鱼的大姐 很敞亮 高兴 说会儿话 忙活饭 俩人吃点什么 卖鱼的大姐 好家伙 饭量真大 本来说 闷一小盆饭 俩人未必吃得了 感情她吃完了 不够 所有东西拿过来 起这咔啦起这咔啦起 风卷残云一般 吃得好着呢 那奶奶说 再给你腾俩馒头去吧 腾馒头 又熬的粥 又都吃完了 吃完坐着聊闲天 昨天晚上 大奶奶没睡好觉 上火了 突然间呢 就觉得鼻子痒痒 拿手一摸着鼻子 鼻子流血了 哎呦 拿手一 坏了坏了 流血了 赶紧找纸 找什么 擦一下 就是一转身 这个血甩出去一滴 就甩着卖鱼的大姐的身上 就这一滴的血 就眼前 一股子白烟 卖鱼的大姐没了 大奶奶吓一跳 哎呦 不是这 刚才跟这 人哪儿就吃饱了 跑也不能太快了呀 对不对 他得亏他是没有脚啊 他要有脚 他哪儿去 哎呦喂 千不恨 万不恨 恨我自个儿的丈夫 偏我一个富到人家 这玩什么时候是一战呢 哎呦喂 你赶紧回来吧 正说着呢 就听了院门 咣当一声响 大奶奶进了好几位 头里边 就是管人叫干妈的小孩 正当中 是他的丈夫 后头还跟着四个老头 丈夫乐了 我张小乙回来了 有人听过张小乙下南京是吧 这是有打南京赶回来 张小乙回北京 日遭三险 他要大闹西之门 这相声就这样 有一人说的 俩人说的 一帮人说的 各是各样的 今天呢 风香的第二场 所以呢 咱们得热闹热闹 昨天这个场合的时候 我也出来说了一段 单口相声的片段 昨天那叫陈大海挖人参 昨天那个老好玩了 我给你们讲一讲 故事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这么干的 那今儿就又说不清楚了 昨天呢 很遗憾 因为时间有限 昨天挖了个坑 故事没说完 对不起昨天的观众 但是你们以为 能饶过你们吗 听书啊 听的就是扣 听着听着 给搁到坑里边 这是个乐趣 为什么呢 日子还长着呢 别指望来 听一段就完了 那没意思 挺好 而且这些年 我说书啊 单口相声啊 我也是没少挖坑 据不完全统计 也没有准数了 挺开心 那么今天说的这个 这段书也罢 这段单口相声也罢 我还挺爱 这么些年 一直就没舍得说 为什么呢 他挺吓人 我也不知你们大伙 是胆大 是胆小 有胆小的 请胆小的出去 胆小 你还卖票 真行啊 所谓的胆大胆小 就是密疏 也不能真把您各位 吓成什么样 现在的观众可聪明了 你不是当年拍电影 恐怖片 出来个人 配着点音乐 一回头 吓大伙一跳 不至于 说的这个事呢 您刚才听见名字了 叫人肉铺子 这个有点意思 这是发生在我的家乡 我是天津人 天津民国的时候 一段奇案 有人说我没听说过 你别着急 待会儿我说 也许说一半 完事您上网搜去 你根据人名字 你根据这故事情节 你搜 你今天一天 未必搜得出来 你别着急 不有的是时间吗 有两天你就腻了 下回我再贴这个 你还能来 指着您各位 我能吃一辈子 天津人呢 有特点 为什么呢 你看我大小 生在天津 长在天津 九和夏少 天津位 三道福桥 两道关 天津 天津是退海之地 他一直到这个 燕王扫北 永乐大地 到那会儿的时候 天津才开始有人 大海落下去了 这儿落出块平地来 慢慢慢慢的 有军队在这儿驻扎 后来又老百姓来了 逐渐的越来越丰富 才有了天津城 所以你要说从 明朝之前 到天津历史 那根本就没有 没有的 但是那这个独特的水土 就独特的民风 你看我是天津人 天津人从小就知道 有几样 第一天津人 就是不许问您住哪 老年间的规矩 说您住哪 这不能说 为什么呢 居屋定所 那会儿来说很少 除了特别有钱的主 置办产业买房子 大部分人是租房住 这一只租了房 突然间发迹了 挣大钱了 扭头人就走了 所以你问人住哪 不合适 也许呢 这种突然间落魄了 本来住挺好 现在又得搬到穷地儿去了 所以你问人家 人家有个合适不合适 第一不能问人家住哪 第二不能问人家干什么的 除非说军警献特 穿军装的 或者像什么邮局啊 像这种单位穿制服的 剩下的天津人 有一个工作 这个名字叫打八岔 所谓的打八岔呢 就是什么都干 早上起来 在观音号给人当会计 下午就卖鱼去了 晚上上南市说相去了 夜里边那死人 他戴上帽子给人念经去了 什么钱都挣 所以说你为人干什么呢 不合适 这是规矩 第三就是不许为人家挣多少钱 有可能这个月 一天挣三万十万的 下个月可能一天 撒子俩子 问挣多少钱不合适 他是这么一个独特的民风 另外天津有一种盛产的人呢 就是会会 不知您哪位熟悉这个行业啊 会会 他跟流氓还有区别 他夹杂在各行各业当中 有人说这也有青红帮的文化 有地痞流氓 有这有那个 都对 也都不对 这单有这么一类人 他跟 你就看看上海的过去 什么黄金融啊 杜月笙啊 北京的这些个什么 街头的地痞地赖啊 他都不一样 做事的风格也不一样 同样一件事情 天津过去那户户 他 他做法就 很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你比如说天津这个户户啊 有一特点 他爱自残 你看 无论哪儿的这个 地痞流氓 一打架 都是打对方 围着我们天津的户户打自己 你看这个玩儿 一见面 三说五说 说翻脸了 他把手指都伸出来 拿小刀冲着你 真是啊 削 削这肉 削完肉露这骨头 然后 切平了 你怕不怕 对不对 你看着就伸得狠 你看这个玩儿 他厉害啊 包括两方面 一说打起来 抢这个码头 别说可能就是 搞头啊 斧子 抄起来就动手了 他这儿没有 摆上十口油锅 油锅里边 嘎啦嘎啦油 两方面抢这码头 来吧 一边出一个人 往油锅里边跳 多在这边 这边害怕的 没有人跳了 拉倒 你就算输了 你就很奇怪 其实来说 从经济学上来说 这个方法都是便宜 你打起来 他得花多少钱 是不是 这个省心 而且让你从心底上恐惧 要说起来 这个也对 因为天津啊 过去 他这个历史上来说 都知道陈汤关嘛 陈汤关在天津 你要在望上导 导得风神演义 陈汤关总兵叫李靖 他的儿子哪吒 他跟他爸爸打完架之后 我还给你 卡卡卡 把自个儿切碎了 还他爸爸 对吧 这个东西 他有传授 那是这么一个行业 但是呢 天津这个 后面打架呢 也讲规矩 一般来说 三五年 打一次大的 全天津为所有的后面 一块打架 明天约定了 在某条商业街上 要开始打架了 头天呢 就通知所有买卖间 张老板 李老板 明天上午十点 我们要开始打架了 请各位不要开门 我们大概在中午左右收工 您别出来 别伤着您各位 说到做到 转天没有人开门 买卖间的 现在都在屋里等着 官人们 一到十点 你看表准极了 打的都不行了 打的十二点 没人敲门 你别开门 为什么呢 打完之后 后会门 要打扫战场 收拾 扫钢架架的 然后再敲门 没事了 做生意吧 添麻烦了各位 谢谢啊 你开开门之后 你看街道上 扫的不是干净 都洒上水了 就这么很独特的文化 但是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 它就不好弄 难免有的时候 要惊动官府 拿到大堂去了 比如从清末开始 就有会会 大老爷一来 大老爷一来说 不敢惹会 这逮着一个之后 你打他吧 你打他 他不许喊 会会的内部行业 他有一个要求 挨打的时候 他得乐得高兴 得让你觉得 哎呀我太棒了 我又有机怀打了 而且挨打过程当中 谁要说喊出疼来了 这算完了 被行业内部所唾弃 以后没有资格 再当流氓 所以说呢 这个挨完打 都是永远 谢谢大老爷太棒了 您开恩了 打得我啊 浑身是血 关键你打完他 他这一波的 这一百多人 二百多人都来了 大老爷求求你啊 也打我们呐 鱼鹿军战呐 你衙门口四十个人 他来三百个流氓 你打得过来吗 所以这个官让他们也弄得 没辙没辙的 但是呢 他也不可能永远让你们这么猖獗 后来这个清朝政府有一次严打 光旭十八年 那那个来个官挺厉害 把这个天津城的大户户小户户抓了不少 抓了之后两条道 那两条道 一条就是毁过自新就放了你 怎么毁过自新呢 从天津那些低档次的风花场所 找一些个失足妇女 还得找那个不够身份的失足妇女 特别寒碜那个都找来了 就站在大堂 穿一开裆裤站好了 你要说打算改过自新 就从他腿底钻过去 钻过去喊一声亲娘 这失足妇女答应你一声 你打这爬到大堂以外出这门 您就无罪释放走向新生 这个对惠惠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但是如果不同意的话呢 另一条道就是就地杀头 你挑吧 或者认一亲妈 或者就杀头 这个玩意儿人到死时真想活呀 那一瞬间天津 几乎所有的大户户小户户 都认了亲娘了 当然了从那起 也不可能再干这哈 这行业内部就不容理了 完了这人 没有面子了 唯独有这么一个人 这人姓王 叫王二狠子 你听这名 姓王 王二狠子 打死我 我也不会这样做 不同意 不同意怎么办呢 杀头 在刑场上 他妈来看他 就那一会儿 这一辈子哭头一回 给他妈磕了个头 妈我对不起你 喀巴拉叉 一刀切下去 脑袋掉下来了 所以天津人啊 一直一说 有最厉害的谁 叫王二狠子 最厉害 你没有他哼 他多厉害 这么一桌 他是死了呢 他家里还有妈呢 妈哭一大爆 死时埋了 家里有一弟弟 弟弟一直就把他母亲养老送终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就是他弟弟留下来的那个儿子 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很复杂 咱们就简简单单 让大伙一说一乐 一明白就得了 他弟弟呢 有一儿子 叫王金花 名起的秀琴 为什么呢 就说了 家里以前死的那个王二狠子 就是太横了 希望后边这小子呢 文文当当的 像个姑娘一样 就给起个名 叫王金花 倒是挺秀气 挺好 长大成人了 这一晃呢 已经到了民国了 这小子都三十岁了 干什么工作呢 做一名巡警 在街上巡警 跟着一块忙活忙活 反正是有晚安乐茶饭 这一天 上面通知他了 说过几天 早上起来有红差 你得盯着点 一块把地面上忙活忙活 所谓的红差 就是有人出大差 枪毙人犯死刑吧 天津这个刑场在小王庄 小王庄二道桥 想当初很荒凉 现在您上这看去 那个盖的高楼大厦了 想当初是枪毙人犯 都是在那 小王庄 他作为地面上的巡警呢 这一帮人大伙起来之后 就上这忙活 把地面上处理好了 因为还有好多老百姓得看呢 等着人犯来 跟这枪毙 今天王金花在这负责 但是王金花还有一个任务 他有一个朋友 朋友家里边啊 卖牲口的 驴月马啊 骡子 卖牲口的 做这个生意 这朋友找下来了 说花啊 你帮我一个忙 这个死刑犯身上不是绑那根绳子吗 枪毙之后那根绳子沾着血 你把那个带血的绳子 你给我拿回来 因为拿那个拴牲口啊 不管是走夜路 还是在牲口棚里边 他辟邪 其实现在咱们知道这个 无济之谈 但早年间人家都相信这个 有的我朋友说的 他这不叫事 不叫事不叫事 你甭管了 就是绳子给你们 那死刑犯你们不要 不要他们 那你们该弄走弄走啊 要那根带血的绳子 说要检验 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那边 把这个死刑犯就拉过来了 这小子也是干了坏事 食恶不错 那绳子捆好了 五花大帮 一大帮兵丁压着 就整个的刑场周围老百姓都满了 就爱看这个 热闹都跟那等着 到点了 把这人摁在那儿 这旁边人举着枪 要打 这个王金花离得很近 就在这儿 就等着啊 一响 枪一响 人犯一倒 过去 解这根绳子 要这 沾血的绳子 等着吧 人家刑场上也是按部就班 这都忙活完了 验明正身 都没事了 行刑的兵 举起枪来 啪 这人犯 就扔那儿了 他这枪呢 那几年都不像现在似的 这么规范 有打后脑的 有打后心的 所以这绳子一下就沾上血了 人趴在这儿了 抖了几下 就死了 有一个也有检验死尸的 像法医似的人物 拿一小铁棍过来 小铁棍呢 后脑勺 还有眼呢 脑勺 伸进去霍了一下 霍了这脑僵子 就证明这人这死了 这都忙完了 他过来 因为他在现场嘛 忙着 他解这绳子 死人这绳子 三下两下 解下来了 拿着手里一看 还挺满意 沾的血还挺多 这行 待会给我那哥们 我得让他请我吃饭 真高兴了 哼一声 干这孩儿就涂这个 真的 人家说怎么腾一下子呢 嗯 是得腾一下子 刚枪毙这死人站起来 站起来 聊对聊 他正拿着绳子呢 正晃过呢 这站起来 看着他 还我绳子 现场就安静下来了 紧跟着咣当一声 王金花就躺下来 这是谁想不到的事情啊 他躺下 比刚才那抖了 那还厉害呢 吓坏了 那一大帮兵过来 三脚两脚 给这死人这踹地了 紧跟着过来补枪 咱也不知道 从医学上怎么解释 可能打得 没有这么准 又接着过来 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打 打成馅子 这现场就乱套了 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好家伙 有几个不错的哥们过来 就弄个王金花 给拽起来 你看这脸色比死人还难看 送家去呗 那这一说先弄家去吧 到家去了 他妈在家 怎么了 这个 你先抬屋去 我儿子怎么了 你别害怕 今天现场啊 打枪打歪了 啊 打我儿子了 不是不是 打死人 行了 先抬屋去吧 抬屋去吧 抬屋去了 弄点热水 喝点热水 喘过气来了 脸儿傻白 魂都吓丢了 哥儿就给老太太讲 是方才怎样怎样 如何如何 哎呦 我缺了得的 这不没影的事吗 赶紧找大夫吧 找大夫给看 大夫来给耗卖 又开点药 说不会有大事 但是这是 吓着了 啊 魂根破呀 都散了 啊 好好的调理调理呗 那怎么办呢 是吧 别的病没有 他不像别人 就长个疙瘩 弄个痴 他就没有 他就是吓坏了 啊 养着吧 啊 跟锁里边一说 这锁那就 那怎么办呢 好了再来上班吧 就跟家歇着 啊 连着两三天呢 不错的哥们兄弟呢 还上家来瞧他 跟他来玩了 哎 那天下午 又来一串门的 这人姓安 安全的安 啊 叫安老六 安老六呢 跟他是发小 大小在一块长起来了 哥俩关系很好 安老六本身呢 在这个卖酱货的那个铺子里边上班 我不知道你哪位是卖酱货的 就是卤肉 哎 猪头啊 猪心猪肝啊 各种肉什么大块的 把他卤出来卖 卖这个的 他在那铺子里边 他开始学徒 有这手艺 平时啊 是有点功夫呢 还愿意上水会给人帮忙去 这个水会呢 在天津存在的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所谓的水会呢 就是救火的那个工会 那除了工家的之外 民间有很多 大伙成立这么一个水会 你花点钱 我花点钱 买点水车 买点什么工具 哪找火了 我们负责救火 这叫水会 这安老六呢 就在水会跟着忙活 天津水会有不少家 一直到后来 官方的这个消防队都多了 天津这种水会 还趁着个四五十劲 那也挺有意思的 每年六月二十三 火神爷过生日 大伙聚了一块上供 然后仨请贴 把地方上有钱的人 拘过来 请人吃饭 其实就是拉赞助 那个钱 就是这个水会的经费 平时一说 哪着火了 这赶紧 弄着车呀 弄着水桶啊 敲着锣 就火去 天津这个挺好玩 比如说 那着火了 这帮水会到那去 我们到了之后 它属于那个管片的水会 没到 我们这个 不能干活 不能压人家地方一头 但我们到的时候呢 地方上的水会 正干着活 一说帮忙的来了 本地的水会要退出来 要让客人先来 客人再上去 再灭火 这客人正灭着 又来一拨人 那这拨客人也得出来 让这拨 就因为这个 可没少耽误事 下客就明天到晚呢 这安老六呢 没事呢 老带水会玩 只要卤肉的铺子 没事 他就上水会玩 我这些都铺垫好了 因为后文书 可能会用得上 为什么说可能呢 因为未必说得到哪 但是按照书来说 必须该说哪 得说明白了 万一你们上网 要搜出来呢 那不好弄在玩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人的身份背景 就听说了 听说金花下坏了 到这来买了点点心 买点水果 怎么了 没事 我没想到 我解绳子 我把他救活了 他自个儿起来了 他起来之后呢 我躺下了 那现在 现在他打烂了 我抬回来歇着了 我俩聊天天呗 说会闲话 怎么样啊 行到时候见好 还两天了 浑身没劲 腿是软的 我估计再还几天就好了 你也别着急 好好歇着 不要紧的 你怎么样啊 我还行 就是你歇着心里不痛快 为什么不痛快呢 那掌柜的不是人 他说的是那 卤肉铺子那掌柜的 不是人 一天到晚 他又不干活 老知识人 瞎出主意 他又没那个手艺 割盐呢 割酱割这割那个 他瞎出主意 你要听他的吧 弄完之后不好吃 不好卖 他才骂我 你这一天到晚怎么弄 你用这个手艺 你干嘛不自个儿干的 再用一个你 这是家传的手艺 对不对 从你爷 从你们家 好几辈都干着 哪那么简单 我一直憋着自我干 自我干就得弄个门脸 对不对 你要再雇个伙计 再质监这套东西 怕钱不够 得了 你也别那什么 你算了多少钱 我给你 哎呀 你能够多少钱 哎呀 哥们一场 哪怕算我入股 好不好 我出点钱 你有手艺 你找个地 是吧 你就别雇人了 你就一个人呗 弄个小门脸 对吧 门口摆个摊 屋里边能炖肉 拿出来卖 咱俩人家买嘛 要挣了呢 你就分不点 以后发了财了 再还我这本 要不挣的话 你就再说吧 不爱心呢 可是俩一场 我看你天心这样 我也难受 哎 这就是朋友 哈 这么一说呢 这个安老六 还真活动心了 那我 我真找地去了 你找去吧 找合适地 咱们干这摊吧 好嘞 转去了 两天就回来了 哎 花 我找找了 在哪 北马路 天津有北马路 现在还有 北马路 路边 有一小门脸 原来他们 卖切糕啊 卖元宵那件 不干了 就一个不丁底的 小屋子 他们也是屋里边干活 门口来一条案 在门口卖 我问了 还行 这房东等着用钱 这是我谈了谈 何事 你看 能不能干 你要说不能干 就拉倒了 我赶紧跟人回一声 你要说能干 这是你把钱拿出来 你就算是我的东西 我给你干活 咱哥俩的 好家伙 什么东西不东西 给你钱吧 拿出来 没多少钱 几十块钱 也算他这些年的存下 给你拿走吧 那个最好能卖钱 能卖钱 咱俩还分 好嘞好嘞好嘞 拿着钱出去 简断结束 把房子租下来 置奔这些东西 什么锅呀 炉子 盆啊 菜刀啊 乱七八糟的 门口弄大条案 刷的干个尖尖的 这算行了 给自个干活 跟别打工呢 不一样 心情不一样 很开心 特别开心 买肉吧 买肉 自个儿卤 自个儿炖 弄出来 就算开张了 但是打开张 生意就不好 好多事很奇怪 那你看他原来啊 他给人打工 那掌柜 别看他人性不好 他有固定的客户群 只要到点了 来吃肉了就来了 他自己一弄 还是他 还是那个手艺 还是那个味 就不行 没人买 哎呀 自个儿看着发愁 为什么呢 朋友的钱 王金花的钱 我开的这摊买买买 哎呀 这可怎么弄呢 往这边一瞧 就他这个买买 这一溜 往那边去 心里也咯噔一下子 那边还有两家卖 卤肉的 人家呢 也一直瞧着他 这玩意能痛快吗 你说 他还不像说 卖裤子卖衣服 这趟街两边都是 大伙能挑的宅着 就这一趟街 就卖后边这几条糊涂 两三家卖卤肉的 摆着 他呢 还过去跟大伙打个招呼 哎好好 开张了 您多关照 人家也带他不理 不老爱看他呢 这两家呢 有一家啊 连干再不干 不重要 因为那家 开小饭馆 你吃就吃 不吃呢 搭到屋里去 有喝酒的也能卖 有一家 是专门卖卤肉的 卖卤肉这掌柜的呢 叫老饼 不是我们这烧饼他爸爸 不是啊 你们一乐我就知道你们要干嘛 咱也不知因为什么 他叫老饼 老饼也是自个儿的手艺 这两家买卖 就有点 顶着来了 老饼看看他 他看看老饼 互相瞧着 都不太舒服 都不太痛快 但是呢 他觉得 一趟街上 我们又是后来的 跟人客客气气的吧 就得了 那种呢 也没往心里去 这两天呢 鹵肉摊开张 但是 俺老六心情特别不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媳妇跟人跑了 他家里有一媳妇 嫌他没出去 后来妈妈逐渐 在外表一厢好的 一瞧那小伙子好 不是帅 跟人跑了 他心里挺便宜 跑了之后呢 这媳妇家里 有一弟弟 这小舅子 小舅子就老找他姐过来 是不是你跟我姐打架 把我姐姐起跑了 上家闹了两天去 他也没搭理 今天找的这摊个来了 就站在这摊个 怎么着啊 姐夫 我姐姐哪儿去了 你姐姐跟人跑了 你怎么没跟着去呢 人家不带着我 那为什么不带着你 你问你姐姐啊 继续说了都拱火的话 连着来两天了 第三天又来了 他来这会儿 天都快黑了 卖的今天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有几家家里边办喜事的 需要卤肉买的多 还挺高兴 基本上买差不多了 这往里边规制完东西 准备下板歇着 小舅子来了 一推着门 别关门 别关门 一瞧又是他 你要干嘛呀 姐夫 你别喊我 你姐都跟人跑了 不定谁是你姐夫呢 这儿进来了 坐在这儿 这个 你说实话 是不是你 对不起我姐 你出去 你出去 你走 你出去 我还告诉你 我跟你姐的事 有一天等她回来 咱们面对面的说 你别跟我说这些 你这就没有了 你说我姐姐跟你容易吗 自从跟了你 也没吃过好东西 也没穿过好衣服 你到现在 你这个 我们活不见识 死不见识 我觉得今儿这事 咱们得说的说的 要不然的话 咱俩人打官司去 我说你这 你这浑劲有点像你姐啊 你们家人不讲理啊 对 我们家人就是不讲理 一伸手 小舅子把菜刀拿起来了 我们家人就不讲理 咱们这儿 今天咱两条道 要不你跟我走 咱们上上这事 要不然 你拿出点钱来 我拿你的钱出去找我姐姐 我说你这叫 讹诈呀 这不能说讹诈 这就是跟您商量 那我要不给你钱呢 那不要紧呢 还有一条刀 他把这刀就搁在这了 看见了就这 你啪一推这刀 咱们就了了 好不好 你这不抬杠吗 是吧 刀入这蛋子脖子上 咱就了了 你把刀锅放下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吓唬你啊 这个玩我可是行家 你撂下 这一下碰了就完了 你看你看 你怂了不是 就一下 一下咱们就省心了 来来来 他往前凑合着 哎呦 把老六气的 你抛着脖领子 那意思你往外走 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 就这么一推 他是较劲 那么一嗓 三下两下 这刀 小舅子点点头 那意思你可以啊 再说话说不出来了 咣当 躺在这了 这个地方有个外号 叫大动脉 那还客气什么呀 是不是 这拙也吓坏了 眼睁睁就这么看着 这躺在这 这刺刺刺刺刺 那玩也没有水龙头啊 也凝不上 简断结束 一伙的功夫 弃绝身亡 咬了命 死在这 按老六先把门关好了 坐在这啥了 啊 这脑子乱了 就想 我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怨谁 怨他姐 打跟他结婚以来就没个好 一天到晚的说我 天天的骂我 拿我跟邻居比 邻居每家都比过来了 都比我强 到后来他跟人跑了 这小舅子还找家 哎呦 我这日子过得 我恨不得我弄死你 好 我做到了 现如今当务之急 这屋里横一死尸 这个怎么办 站起来在屋里来回来走流啊 哎呀 想来想去 想起来了 今天肉卖的不错 按说我天亮之前还得进货去 要这样的话 我也别进货去了 就把他炖了吧 一想到这儿 人的创作欲望上来了 小舅子把衣服一脱 哎 拿刀 那来吧 这个人家是行家 起着咔嚓 不能用的 容易被人发现的 单独搁在边上 剩下这好肉 该切的切 该洗的洗 下锅呗 干活吧 挺好 到天亮了 一大盆 没有多少 一个人一本来劲 跑去不能吃了 最后能剩多少呢 是不是 打几十斤也就是 开个门 门口一放 这个人已经忍啊 说傻不傻 说捏不捏了 哎呀 谁说今天这算哪一道啊 嗯 逐渐的天亮呢 街上人陆陆续续就多了 啊 一会儿的功夫 老饼过来了 就旁门那摊的 老饼闻着就过来 嘶嘶嘶嘶 就到这儿了 啊 站在这儿 看他这肉盆 嘶嘶嘶嘶嘶 俺老六一宿没怎么睡觉 眼珠子都红了 就看着他 老饼瞧着盆 嘶嘶嘶 嘶嘶 那说一只 俺老六心说外了 破案了 啊 啊 那意思是我杀的 嗯 啊 老饼饼这儿 味儿不错呀 啊 啊 你给我炫一块 我尝尝 啊 你看 他把刀拿起来 自个儿炫了一块 哎呦 我说你敢在这儿 我说你敢在这儿开买买呢 你这个手艺比我强太多了 你怎么能弄得这么好吃呢 你准有诀窍 你怎么怎么那么好吃 原料好 你告诉我告诉我 不方便 保守啊 保守啊 老饼走了啊 他这喊都下来了 你说怎么还好吃吗 嗯 自个儿也弄了点 嗯 嗯 是挺好吃的 嗯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啊 真高兴呢 优大这边 来个女的 二十来岁 穿个旗袍 高跟鞋 一走道 嘚嗒嗒嗒嗒嗒嗒的 很漂亮 就离着不远 有个大心无常的舞女 那会儿来说 舞女是一个高收入的工作 啊 据资料显示 一个舞女一个月 大概能挣个一百八到两三百 那会儿来说 一个 普通的工人吧 这一个月可能才挣十块八块 啊 舞女是那会儿新兴的一个娱乐行业 来个舞女 哎 这舞女有个艺名叫雪娜 这是下了班的 跟客人刚回来 啊 走到这儿 哎呀 肉食刚出锅了 是 我切一块 切块这块好 哎 切呗啊 行说都卖了就踏实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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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之后呢 拿干荷叶给卷好了 给您这个啊 哦哦好好好 这给钱啊 人家走了 他跟这犯啥卖单 这个 舞女拿着这回家 其实过去好多舞女 竟是那个好人家的孩子 没有办法啊 你家里边日子苦 只能想个主意挣钱 他呢 家里边呢 跟爸爸一块过日子 呱呱呱 着急回来 给老腿里弄饭 他天天晚上 再上班 也不容易 这到家了 一开门 他爸爸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饿了吧 我给您 那个买了点肉 咱家有那个饼 我给您弄个汤吧 哎哎哎 这到厨房 给他爸爸切这肉 切一盘 摆在那儿 您等着 我弄口汤去 您一会儿吃早点 这奔厨房 端着汤再出来 呦 切了一盘肉 他爸爸坐在那儿 吃着玩 一片一片的 盘子里还剩这么两三片 哦 爸爸您真行啊 好吃吗 您吃这么些肉行吗 闺女 太香了 我还告诉你 吃肉 爸爸可不外行 这个肉啊 是人肉 哎呀可爱哟 好可爱啊 啊我 舅舅 哎呀 他管我叫舅舅 他小名叫窝窝 他老爷是我师父 侯耀文先生 跟大家打招呼 说你们好 你们好 窝窝窝好 窝窝说一段吧 窝窝傻了 好吧 谢谢你的花啊 舅舅工作了啊 你到后台去找安迪哥哥去玩啊 多快 一晃长这么大啊 这个 今天是 凤香 说的怪亏心的 今天 封香 明天还封香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票是卖75% 我们这还账的演出 一天演不完 就得分两天 也谢谢您各位这么支持 这么鼓励 明儿还得来啊 话是这么说 你可得有票啊 哎哟喝 黄牛爆场了 节目太多了 后台就一再嘱咐他们 别出去就没完没了的啊 这后面一屋子人眼巴巴等着呢 这一个个上了台就开心的不行了 挺好 这个 今天明天一封香 五月份在这又开香 我这个日子都过糊涂了 它往常都是年前嘛 春节前最后一场封香 春节后然后有一大开香 这日子过颠倒了 但是也不重要 大伙您也都理解啊 景开景风没事 只要还能站这说相声 您各位能高兴 就比什么都强 谢谢啊 今天那个叫 陈大海挖人参 我也不知你哪位有挖人参的经验 看来是没有啊 那咱们就可以继续的玩耍下去了 你保不齐这个人有内行 对吧 我这一说 哗那站起来了 说他会挖人参 我还赶紧得让保安给他弄出去 人家省了弄得不愉快 就不合适了 人参嘛 好东西 补气 对身体也好 但是我听他们聊天 有人说 说爱吃人参 你们都外行干 说内行啊 吃黄旗 为什么呢 人参贵 人参多贵啊 好几千五千 抄起来 特别沉的 特别重的 七两为参 八两为宝 有那个大人参 好家伙得比这扇子还大 还得高一头 又粗又大 炸丸子也行 做汤也行 都好 那叫白萝卜 人参肯定比黄旗贵 但是人参 劲也大 吃完了容易上火 黄旗呢 虽说慢 但是慢慢来 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所以唠这么句话 外行吃人参 内行吃黄旗 外行吃燕窝 内行吃银耳 燕窝 明朝的时候才开始进贡 给皇上吃的 是有营养 但是营养跟这个价也不符 因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跟银耳 有些东西其实挺相似 都是对身体好 但您看那价格 所以内行 觉得银耳是可以做到的 外行吃燕窝 内行吃银耳 包括这个补肾 外行吃鹿融 内行吃韭菜 听相似也是 外行听郭德纲 内行 哪有内行 听过相似还分内行 外行累不累 一听一喝就得了 挖人参这个行业 也有祖师爷 据说 这个明末清初 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 山东来养 有一个姓孙的 这么一位孙大爷 去挖人参去 他是头一个 据说他是头一个 翻山越岭 到长白山挖人参 饿了三天 饿了三天 饿了不行了 人都快晕了 地上看见一个拉拉鼓 拉拉鼓大家知道 咱有句俗话吗 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吗 打虫子 得一这个 隔嘴里吃了 吃完之后眼泪都下来了 旁边有小石头子 拿起来在大石头板上 刻了几行字 这个叫翻山过海 来挖身 这诗写的还不错 翻山过海 来挖身 挖的今天不见身 三天吃个拉拉鼓 你说我伤心不伤心 你说有这两个下子 找地儿唱快板有多好 写完之后一难过就死了 来一阵风 刮点土给他埋上了 后来大伙都说 就挖人参的 拿他当祖师爷 据说还有那个庙供着他 乾隆还给他 配过一个黄马罐 这都是民间传说 这个不重要 咱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陈大海挖人参呢 咱先说一件事 我这人说书啊 爱挖坑 但是今天请大家放心 凭什么不挖坑 为什么刚才我说 你们明天还得来呢 是不是啊 但明儿来了 跟这也不是一个故事 我今天先坑完你们 明天再坑他们 好不好 这就一碗水端平了 说的是民国的时候 咱们不莫分 大家时间很宝贵 后台还有好几百说相上呢 瞪着眼珠子等着上场呢 我不能占大伙的功夫太多 山东济宁 有这么一个人 他叫陈大海 陈大海他父亲呢 就是上东北挖人参去的 但是咋走了 就没回来 家里边日子很苦 但凡不苦的话 陈大海他爸爸 不能出去挖人参去 那会儿都传说嘛 你有人参挖出来 挖出一个来 这后半辈就够吃的 都是奔着这个去 他们这个家庭 往上倒 其实家里是做官的 不管是哪朝哪代 据说连着十几辈 都是官宦人家 最露脸的时候 家里边有单书铁券 单书铁券 搁的电视剧里边 叫免死金牌 这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就是皇上太喜欢这个大臣了 无以为报 给你个单书铁券 上面写着免死 有的是三次五次 十次八次 就有这个你犯法了 该杀你了 拿出来他能救你的命 这叫单书铁券 单书指的是红颜色的 红颜色的字 铁券呢 是用铁做的 样式就是跟咱房顶那个瓦 差不多 那叫单书铁券 弄完之后呢 打当件切开了 皇上手里有半块 你手里有半块 判断真伪的时候 两块往上一拼 这是一块 就是你这是真的 但是历朝历代 其实很多大臣 有这个 最后也有被杀的 这个玩意儿 龙眼无恩 帝王无情啊 那哪说的准见 你就算你有一块 上面写着 我免死实测 真到金殿上 皇上拿着那半拉 你拿这半拉 皇上这一问 能杀你吗 不能 一次了 能杀你吗 不能 两次了 那个有几分钟就完了 问十遍 第十一遍 邓时就杀了 这为什么现在 好多合同上都写 最终解释权 归商家所有呢 那家里当年 称单书铁券 现在什么都不衬了 陈大海他爸爸 上东北长白山 挖人参去 走了就没回来 这一晃 这是多少年 他走的时候 陈大海还小 现如今陈大海 十七岁 跟他妈娘俩过日子 越来越大了 就后来有 那个东北回来的 就问人家 你们瞧见过 父亲没有 有人说了 据传说 你父亲挖身死在外头 问一个不信 问两个不信 问好几个都这么说 很难过 你俩抱头痛哭 没有指望 陈大海说 你也甭难过了 我 去趟东北 挖人参 顺便找我父亲的下落 活要人 死要吃 他妈舍不得 舍不得没办法 家里穷了不行了 还在家里待着 你俩都得饿死 这是一线生计 他们家住的大杂院 这个杂院按说 能住个三四间 但是年景不好 这院里 现在就是两间人间 他们算是一间 孤儿刮母 斜对门呢 也是个孤儿刮母 那家有一孩子 与大海大一岁 那叫王胖子 你听那名就知道 挺胖 王胖子 他爸爸也死了 他死也 挺有特点 为什么呢 王胖子小的时候 他爸抱着他 在门口玩 来一算卦子 这闲班 你给我算算吧 看看我日后如何 算卦子说 你都挺好 有吃有喝 就有一样 你这辈子得死在坑里头 你离坑远点 打那起 王胖子 他爸爸很在乎 抛沟啊 抛坑啊 哪儿有个什么沟 他不去 躲得远远的 一直这样 结果就在王胖子 五岁那年 给王胖子 逮一麻雀 小孩跟着玩 玩着玩着 把那鸟玩死 玩死了 哭一半 王胖子拿那个小铲子 跟地上挖一小坑 就挖这么大一坑 要把这鸟埋了 这刚挖完坑下雨了 他爸爸就喊着 快进来进来 让孩子进屋 他爸爸这忙着 收衣裳 这挂子乱七八糟的 脚底下一不留神 啪就摔着 这脸就趴在那坑里面 那坑里面刚才下的雨 都是水 就把人呛死了 你这玩哪儿说理解 打那起 他们家也是孤儿寡母 今天一听说 陈大海要上 东北挖人参去 王胖子说我也去 在家里边要不就饿死 两家坐在一块 吃了顿饭 这俩妈哭得都不行了 说你们哥俩要出去 一块一定互相照顾着 虽说没有血缘关系吧 你们得跟亲哥们是一样的 过去有句话 亲兄弟不挖身 但是希望你们俩能好好的 为什么说亲兄弟不挖身呢 哥俩感情再好 就怕你们见才奇 哥俩说不会 我们打小一块长大的 放心吧 我们好好的 简断接说 把家里安顿好了 俩老太太跟家等着 陈大海王胖子 出离了山东济南 赶奔东北长白山 前去挖身 那可年头 就这趟路上 各位您琢磨琢磨 它容易吗 现在您说坐飞机 俩钟头都到了 那会儿可不成啊 这一路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今天咱没有来得及时间 细说了 简断接说 说书的嘴快 唱戏的腿快 一句话 哥俩就到了 到哪儿了 长白山的枝脉 这个地儿叫张广财岭 这个山岭叫张广财 您各位上网搜一下 有这地名 为什么叫张广财呢 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说 当初这是满洲话 满语翻译过来的 张广财岭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儿曾经有一个人 叫张广财 他跟这儿开了 这么一个招商客店 以他的人名字来命名的 这个不重要了 因为是吵起来 这大几百年的事 具体因为什么 咱们也分不清楚 哥俩就来在了张广财岭 准备找这儿先住起来 明天开始挖人参 山脚下有一个小旅店 这个墙上挂着个赵礼 赵礼大伙都知道啊 就是咱们家吃面条 吃饺子捞的那个 那叫赵礼 凡是挂着这个的 在过去来说 就是个招牌 有这个 就说明这儿能住宿 能吃饭 哥俩到这儿 啪啪啪一打门 门一开 打里边出了一个人 往这儿一站 小哥俩半天没敢说话 出了这种 看年纪三十来岁 身高得有一米八五左右 穿着打扮是普通人 就这张脸看着可怕 为什么呢 这右边这半蓝脸呢 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舔过一样 比如说来大恐龙 大舌子伸出来一串 上面都是大铁钉子倒刺 就这个感觉 打这脸这啪舔了一下 这个眼睛也是歪歪扭扭 这边露着这牙 这脸一看就当初 很多的伤 现在长好了 但是面目猙獰 半了脸 站着看着这俩人 俩孩子站着 愣半天 这就是问他 你们俩找谁啊 俩孩子看看 几宁怎么走 干嘛几宁呢 想回家 有大山东几宁来了 到这问道来了 这主人乐了 这一乐好更寒碜了 几宁很远着呢 你们俩怎么了 没事啊 那个 您这是客店吗 是客店 住店吗 我们俩挖人生来了 那住吧 这儿不住店 天也快黑了 也没地儿可以待了 住吗 哥俩还嘀咕 最后一商量 住 怕什么怕的 对不对 他一个人 咱是俩人 他一个人弄不过 咱俩人 住吧 进来了 人家把门关上 吃饭不吃啊 吃 贴着大波波 酸菜 熬着豆腐 弄一这么一大盆 热热乎乎的 吃吧 这饭吃完了 天就黑了 说这个平时 这个店哪有点人 现在没别人了 整个这店连钱带后 就咱们仨人 你们俩踏踏实睡觉 放心 关上门之后 这个院里 就是咱仨 早点休息 这俩孩子要哭 多顺着 进屋吧 有间屋 屋来挺干净 有个炕 有个小桌子 人家还给弄了杯水来 哥在这 这俩人坐在炕上 咱俩可商量好了 出去接手 就咱俩一块 半夜里 谁睡着了 那上厕所 也得叫对方 无论到哪 不能分开 听见了没 是你放心 那不可能的事 那行嘞 睡觉吧 俩人躺在睡觉 反正一会儿一醒 一会儿一醒 说现在终点 早晨六七点钟 哥俩起来了 起床吧 得干正事去 进山挖人参 这打开门 这半拉脸 在门外正站着 他那表情是打算想微笑 可是那个脸 要是一微笑 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 俩孩子一哆嗦 早 早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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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东西不吃 吃 还是那个 贴着大波吧 酸菜炖豆腐 接着吃吧 吃饱了 俩人站起来 问点事 什么事情 我们俩要去挖人参 往哪儿挖去 往山里挖去 我们怎么去 走着去 那您看我们 去吧 说了六句废话 不是 我们俩人生地步 熟了没干过这个 想问问您 就是我们去挖人参 您看这事靠谱吗 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 我只能提醒你们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去吧 出来吧 那只能这样了 上午八点来钟 小哥俩 又打这儿出来 进深山老林 刚来还挺开心 一人还拿个棍 来回哺哺啷啷啷的 为什么呢 有什么虫子呀 蛇呀什么的 啵啵啵啵的 但这个玩意儿就难了 你要上动物园 就看见 那是一个心情 你到这儿吧 不一样 俩孩子这儿看 那儿看 挺高兴 找吧 往这个里边走 越走啊 阳光越少 树都大 几百年的老树 遮天蔽日 走着走着 这俩人突然间站住 怎么呢 听身后有声音 出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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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没有 那挺奇怪 还往前走 嗯嗯 壮胆啊 又往前走 这一走 我听到身后 出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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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奇怪的 快走 你走得快 听这声音 走走走走走 你走得慢 他这个 出流出流出 好奇怪呀 俩人站住了 回头看 你们吓我一跳 哎呀 你不带这样的 你妈 在地上发现一样东西 一块骨头 骨头 就这么大 陈大海捡起来 是他跟着咱们吗 确切说是跟着你 闹 谁说闹 都一直在你 那后边跟着出流出流出流的 还放下吧 放下了 还往前走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果然这块骨头在后边跟着 出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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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住了 骨头就站住 呦 这哥们太神奇了 我有点害怕 我有点害怕 他老跟着他 别送了 回去吧 回去吧 我们去挖人参了 你跟他说这个干嘛 要我咱俩跑吧 跑 俩孩子 甩开了腿 往前就跑 就这一憋气 跑出二十来分钟来 哎呀我的天哪 跑得够快的了 那是 终于后边没有出流出流的水了 又上头里等着来了 在前边呢 陈大海一毛腰捡起来了 俩人比起来呢 陈大海那胆还大一点 我揣着他 搁到怀里边了 这个说书有明笔暗笔倒叉笔 书中代言 这块骨头不是普通的骨头 是人的天灵盖 人家脑门上面那块 你看人火化之后了吗 全身不都碎了吗 但是脑门那块烧不坏 哎呀 那块天灵盖 谁的呀 这是陈大海他父亲 他爸爸当年挖人参 种种原因就死在这儿 尸体都没了 最后就剩一块天灵盖的骨头 一灵不敏在这儿等着他儿子 所以今天这块 揣在怀里边 后文叔很多事情 多亏他爸爸抱着他 揣在怀里边了 俩人还往前走吧 拿着个棍 哇啦唰啦的 一眨眼功夫就到中午了 出来时候呢 那半蓝脸啊 给他俩人还带着大波波 带着点咸菜 哥俩找一石头堆 这儿一坐 连吃 再聊天 没事就玩了会儿 小孩嘛 中归十七八的孩子 玩心大 接着往前走 按终点说 这会儿得下午两三点钟了 两三点钟 像这种森林里边 其实天就逐渐的暗下来了 走着走着 猛然间一回头 两人都站住 就在这儿 不约而同一块儿喊的 棒吹 棒吹 棒吹是什么呀 就是人声 人家这孩有规矩 看着这个人声不能喊 人声一喊这个 他就跑了 有个暗语 棒吹 这是行话 这也不能随便说啊 你要上唱戏的后台 你喊棒吹 能让人打出来 棒吹是外行的意思 俩人跪在这儿 可不是怎么着 这位玩家老天爷睁眼呢 凭什么我们俩来了就看见了呢 人家有挖身的 二十年三十年未必有啊 你看这身苗 你看这花 打身上 掏出一根红头绳来 把它系上 你挖身这行有传说呀 说你要不系上了一会儿 一会儿它跑了 打怀里面来 掏出家伙 露鸡脚 你看那露了吗 脑子上的鸡脚 拿这露鸡脚 跟那儿挖 别的不行 就得拿这个玩意儿 挖往下刨 看看到底有多大 刨着刨着 俩人傻了 怎么呢 越往里面刨 越深 刨到最后 发现人了 这个玩意儿就可怕了 各位啊 他人身在地上长 怎么 怎么有人呢 到这会儿 哪里刨啊 接着往下扒了 刨这土 刨来刨去 发现了 里边有死尸一具 这个死尸 没有人头 人身 是打着枪子里边 钻出来的 脸杀了 七两为身 八两为宝 从八两开始 这个身就不一样了 到八两 这个身 它就算是宝身 到九两 咱们所谓的就能变成人参娃娃了 如果发现这种身 这是属于 十级的身 这叫鬼身 因为过去啊 有时候给皇家进贡什么的 他有很多的要求 就有一些个人 他会写个 妖法邪术 把人杀了之后 人身子 撒到枪子里边 用血肉之躯 养出来的人身 这东西很厉害 哎呦 陈大海跪在这儿 蹦蹦的磕头 这位 我们也不知您是谁 大哥大姐 大叔大婶 您拿血肉之躯 养的这苗身 今天有缘分 叫我们哥俩看见了啊 我们一定得给您 好好的埋葬 弄一个坟头 给您烧香 我们给您这 这正说着呢 觉得后脑勺特别的疼 咣 咣 人就扔着 谁呀 王胖子 兄弟不挖身吗 老花 你看一块跟山里挨饿 吃大波波 这也没事 真瞧你好东西了 尽力妄矣 他手里拿着刚才那大棍子 啪一下 大海 对不起了 我家里穷了 都不行了 咱哥俩缘分就到这儿了 这苗身 我自己得着 有什么事 咱们下辈子见 陈大海再醒过来 天都黑了 疼得不行了 我的天爷呀 哎呀 迷迷糊糊才醒来 夜里拿山风 一打 浑身难受 半天才缓过来 哎呀 我这是在哪 我想起来了 我跟胖子两人挖身 发现疫苗身 身是在人家这个枪子里边出来了 我脑子怎么这么疼呢 恍惚惚自个儿站起来了 他刚站起来 在他身后边也站起来 在他身后边站起来一条蛇 您看那个蛇呀 都是跟地生这样的 他身后这蛇是立着的 这得到一定程度 他那个脊椎胸椎支撑着 他才能站起来 这蛇站起来之后 站在这个陈大海的身后 比大海高一头 为什么要站起来 有这一种蛇 它要跟你量一量 比一比身高 如果它超过了你的身高 它就要吃你 夜深人静 它这站着 晃晃脑脑袋 身背后这蛇就起来了 晃晃悠悠 晃悠悠 整站在它的身后 就这么斜着眼看着它 陈大海还不知道呢 无意忠意回头 哎哟 妈妈我的姥姥吓死我了 后边怎么办呢 有机会再说吧 好 受累了 谢谢这位大哥 多冷啊 刚才是高峰老师 跟杨和通 这个高峰是我的师弟 杨和东是我的徒弟 应该都知道 高峰跟卢文平是一块说下的 卢文平这两天录像 天津卫视 青春守一人 杨和通那是昨天录 所以今天有时间 他们俩一块 说下就这样 有的时候这一对 那个忙 这就没办法了 平时都知道 我跟余老师在一块说下 余谦 余老师最近也没来 所以就是我一人在这 跟您聊会儿 余老师家里有大喜事 我要批评你们 我说什么了 你们就乐 余老师不是有一个动物园吗 天津地华 宠物乐园 都知道 什么动物都养 以马为主 但是其他的他也养 他喜欢小动物 最近有喜事 他家里那猪啊 生猪了 你看这玩儿 我给他发微信 我恭喜 又见一半人 他给我发照片 好家伙 高兴 生了好几个 猪这玩儿 他跟别的动物不一样 一生七不够 好家伙 大照片 余老师 余老师在当劲 搂着 这一堆大大小小的 余老师的照片 第二次呢 左起第四个是余谦 人各有志 你看这个玩儿 你让我跟那儿 这堂忙活 喂水弄食 我受不了 他喜欢 挺好 人就是得有个爱好 人就怕没爱好 酒色才气 无论哪样 列位您记住了 这个人必须得沾一样 当然只要 别到犯罪的程度就行了 他就是爱好 说来这一组 也不喝酒 也不玩牌 也不跳舞 什么爱好都没有 你要跟他交朋友 你慎重 为什么呢 这个人没有任何爱好 他就憋着害人了 金圣坦有句话吗 因其无智性也 就人一定会有一点爱好 这个人什么爱好都没有 劝各位 交友要谨慎 你看余老师 小动物啊 喝酒啊 他一天能赶八个饭去 你人家行 我真不行 我也触头 我也喝不了 不爱去 但是我爱说相声 没事研究相声 研究语言 研究包袱 走到哪儿 看你什么都可乐 从说相声角度出发 这点很重要 说相声人啊 你看这后台 这孩子们都是如此 看什么都可乐 看哪儿都觉得 是包袱 我们得善于在语言里边 找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您都不注意 我们得在乎 搁在台上 就是表演的节目 我就一直记得 有一次出去吃饭 那饭馆的服务员 后来我就说 我这人应该让他说相 有一回是在北京 有一棚录像 到那儿就挺晚的 赶个啰啰 我吃点东西吧 别人都吃了 就我没吃 炸酱面 进门我就说 我说快啊 来不及 那儿录像等着我 吃东西 服务员很热心 热烈欢迎 郭子刚来了 我说你别喊 你招着大伙都看 是吧 别喊 别喊 吃什么 我就来一碗面 来点凉菜 好歹 哪个快 他就要一碗面 不够你闹会呢 面上来了 拍着黄瓜小菜 乱七八糟的 赶紧几口就涂了完了 我说得了 我多少钱 一算 有零有纸 说我们这一共是 四十九块八 我说好 哪给你四十九块八 身有五十块钱 我说得了 给您这个 剩下的不用找了 郭先生给两毛钱消费 我把气一点 你把那两毛钱给我拿回来 郭子刚把两毛钱压回去了 你看这可能对您来说 您不会往心里去 对我们来说 可乐 可乐 我们要从逻辑上方方面面去研究它 提炼出来放在台上 就是表演的节目 这个刚才人都俩人说的 到我就一日了 一日也得说 因为一日说呢 外乎大笑话 小笑话 有的事是真真假假 那今儿跟您念的这个小故事呢 这发生地在哪呢 天津小站 有小站来的吗 各位 有吗 有啊 让他出去 来 来 保安给这位朋友请出去 小站 小站在天津金南 过去说出小站道 好道米 说那个道米特别的棒 据传说一接锅 一层油量 说那小站道 不用旧菜 就能吃两碗 但是后来自打黄河水过不来呢 这基本就快绝了 就没有了 为什么叫小站呢 这就是火烧望海楼那年 天津教案发生 出了大事了 英国 法国 咱们这几家呢 大军舰都怼在那儿了 怎么办呢 同志皇帝啊 就吩咐赶紧派兵 李鸿章 把自己的亲近的兵 调来九千人 牛打山西 调九千人来 安排在这儿 这陆陆续续就好几年啊 就这点事儿就一说 当时在路上 弄了好多的驿站 四十里第一个大站 十里第一个小站 就这一趟呢 大概是四个大站 十一个小站 咱现在说天津小站 小站道 是从大沽往西去 第五个驿站 那个字 就是现在天津的小战镇 这故事就发生在这儿 你看这说书难就难在这儿 他都得懂 这个故事主人公呢 这家姓高 我刚才问高峰 我说你们家是小站的吗 他说不是 他说搬过来好几年了 不重要啊 住哪儿不重要 说书这管你记住了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他过来一翻脸 我就说山东得主 你看这个玩儿 一个说书 一说像 一唱戏 我们这几行 其实有点艺术规律 是一样的 什么规律呢 就在台上来说 就我们所表演的这些个 不管是唱戏 还是说像 还是说像 您记住了 有两条 第一条 怎么都不对 第二条 怎么都对 你看 要不说你开杠就在这了吗 要说对 怎么都对 要说不对 怎么都不对 观众认可 爱看你 那你怎么都对 对吧 观众不爱看你 你多大的角 没用 艺术怎么分 好与坏 专家说了也不算 学者说也不算 演员说也不算 观众说了算不算 您记住了 只有您自己说了算 这歌唱的好不好 这戏唱的好不好 这像是好不好 听您自己的 你都不要问你坐旁边那人 这边那 你别理他们 就说你 你爱听不爱听 你爱 这就是好的 你不爱 他就不好 这主爱吃炸酱面 那主爱吃蛋糕 这俩能搁一块比吗 那就没劲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就认为 姓高的这家 跟高峰有关系 但是这故事里边 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高峰 咱们这主人公叫高山 我告诉你 你干热玩 你这是多快乐吗 真的 别说还给钱 不给钱都乐意 对吧 老大叫高山 加勒尼斯再生一个 叫高峰 山峰嘛 但是这个故事 是在老二出生之前 要不我问他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才不知道 你要问他 孔圣人他知道 这才不知道 对 就叫高山 怎么的 怎么的 老头老太太 带着个儿子 儿子叫高山 儿子娶个媳妇 媳妇生一孩子 孩子呢 两岁了 家里很宠 在这会儿呢 这媳妇呢 又怀孕了 等于这抱着一个两岁的肚子里 还揣着一个 就是他们家的基本结构 就这几个人 日子都挺好 这家唯一的缺点什么呢 不会说话 那你这就要了命 良言一句 三冬暖恶 与伤人六月寒 咱们老说 话是拦路的虎 衣服是渗人的毛 就这样 你同样一件事情 这种会说话 哐哐哐哐 连说再比划 就能把你欺负住了 这个不会说 这个整个的事情的结局 它就不一样 这家人呢 其实挺善良 就是不会说话 早上起来 这婆婆呀 带着儿媳妇 坐车出去了 坐一旅车 那个年头 不像现在出门还打车 没有 一小旅车 哎呀 儿媳妇怀孕了 坐在车棚子里头 老太太呢 掉个烟袋 坐在跨檐上 旁边坐在车老板 因为什么呢 还有一天就年三十了 娘俩出去买东西 买点过年应用的东西 这走了 家里甩个高山 跟她爸爸 不愉快了 怎么呢 就是因为不会说话 早上起 爷俩干活 收拾东西 规制 家里还有地呢 种的菜 弄的草 乱七八糟的 这规制完了 就在河边 河坡着 他爸爸这儿装车 把家里那个没用的草 都弄车上 待会儿推得急升迈去 就是一回头 在河边那儿呢 有块石头 石子上 这么大个一个 一个鳖 老百姓就说 这是王八呀 这王八跟那晒盖 老头高兴 这太好 儿媳妇怀孕 把这药逮着 弄点汤喝 这不是补一补吗 就喊着儿子 你别动啊 我去逮你王八去 儿子不会说话 哎呀呀 逮什么逮 王八比你零 老头就堵了 这叫什么玩意呢 你这会儿功夫 这一说话 说是大这儿 这王八掉水里跑了 也没自己着 老头就不爱说话了 刹车吧 赶紧 把车上的草 归着归着 爷俩弄这车 没多远 出了村口 到集省 把这卖了 这车草还不错 卖多少呢 卖了四块钱 四块钱 卖完了 爸爸堵着 找这吃饭去 喝点酒 喝酒 我去 炒四个菜 烫点酒 心里别扭 旁边就有那饭铺 老头去了 进去都没喊这儿子 这儿子呢 到时候 我也不饿 你吃吧 我外边等你 在外边等着 老头进这饭铺 炒四个菜 烫酒 来一提蒸饺 往常舍不得这么吃 今天怂气 吃吧 连吃带喝 吃饱了多少钱呢 两块钱 隔着两块钱 结账 擦嘴头子出来 儿子是等着呢 吃完了 吃完了 怎么了 我那么零 还不能吃点饭吗 儿子把这茬忘了 好 吃多少钱的 吃两块钱的 老头偶气 吃两块钱的 你一顿吃了半车草 老头眼泪都快下来了 不要命 走走走走走走 回来了 回车轰 把车就扔那儿了 老头吃完了 心疼 没这么挥霍过 把这份筐背过来 我十分钱 我十分钱 我多十二份 多卖钱 往外走 儿子站院里看 还纳闷的 老头出去了 出这院心里别扭 筐扔去了 哎呀 毒死我了 啊 以这枪根那儿 什么孩子 啊 这不会说话呀 这是捋着胡子 生闷气 一会儿功夫 高山出来的 站在门口 您不说 十分钱吗 您坐这儿 捋胡子 你能捋出粪来 老头站起来 啪 给他一嘴巴 你说那是人话吗 爷儿俩矫情起来 这会儿功夫呢 那娘俩回来了 老太太也一肚子气 老太太不买东西吗 年纪了 儿媳妇坐车里边 老太太坐在跨园这儿 抽着这烟袋 这赶车的啊 一句话不说 老太太好意 聊会儿天啊 怎么样啊 现在 活多不多呀 老太太 您别搭理我 我不老会说话的 嗨 你这 你是没见我儿子 那还有我儿子 不会说话吗 是不是啊 没事 随便聊会儿 抱歉呢 好嘞 老太太 往前赶着 旅车 老太太 车里就是谁啊 这是我儿媳妇 真好 哎呀 少奶奶不错 你这不会说话吗 挺好的 你儿媳妇怎么这么白呀 老太太就一愣 她也不出门 天天在屋里边捂的呗 捂的就白了呗 赶车了 想了半天 不对呀 我这屁股在裤子里捂半辈子了 也没白呀 老太太已经坏了 我不能搭理她 这跟我儿子有一拼 也不看她 巴哒巴哒巴哒 跟着抽烟 赶车的 老太太 您往里边坐啊 往里边坐 往里边坐 怎么还往里边坐 你看您坐着抽烟呢 别回来 这车一杠当不平 扎了您的嘴也不合适 处了绿屁股也不合适 你给我送回家 那儿大回来了 一回来到门口 正看着爷俩在地上 都快咕噜起来了 老头气坏了 儿媳妇很懂事 别说 怎么了 公爹您这是怎么的了 为什么呀 老头气坏了 闺女 就你这个 哎呀 我这个缺德的儿子 他实在是不会说话 你看他刚才说的 一无一时 把话说一遍 你看他说这像话吗 儿媳妇给老头出气 你别生气 嘿 我说 哎呦 你看给咱爸气成什么样 你那说的都是人话吗 你个牲口肿 我告诉你吧 老太太赶紧过来 行了 还嫌不乱的是怎么着 你别跟拆婚了 儿子你也是 别犯婚 你看你媳妇就劝你 她那是劝我吗 她骂得多难听 我得打她 你不能打她 她怀着你儿子了 她怀着我爸爸也不行 哎呀 在这一家 就这点事整整的超出了半夜 才算拉倒 转过天来 这都忙活过年了 腊月二九三十了 这几口人出了进去 谁也不搭理谁 心里都别扭 不会说话吗 谁也不搭理谁 儿媳妇倒还行 没事就找茬说 红老头老太太高兴 还算不错 就尽量的别让家里边 过年那么尴尬 哎 到年三十了 老头那些 忙活记组的事 家里边有 祖祖的牌位 墙上还得贴点画 老祖祖那个画 老头就一直跟这部忙活着 弄一梯子 踩梯子上去 钉钉子 钉完钉子之后 把祖祖的牌 得搁得上 老头一上梯子呢 家里有一祖宗板吗 他把祖宗板就夹了腿 夹在这儿 钉钉子 踉完了他忘了 那货哪儿去了 说这祖宗板 这个玩儿贼性真不小 一眨眼就没了 跑不了 罐里跑不了全王吧 知道吧 一低头 骑着马找马 搁上边了 再下来 把那画都贴好了 墙上 就是那一个老头 一个老太太 历代祖先 贴好了老头看 挺高兴 摆水果 摆腊签 摆蜜供 这正忙活着呢 儿媳妇抱着那个 两个岁的那个 大孩子进来了 也为了哄老头高兴 快进来 快看看 你看看 看爷爷忙得多好 哎呦喂 和老头说 公爹 这个 这一强的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的都是 老头气着 祖宗啊 祖宗是屁股呀 你少说话吧 少说你看着孩子 哎哎哎 我是看着孩子 这摆着什么贡品呢 点心水果 小孩过去要抓 这儿媳妇就来着 不不不 这可不能 这都臭狗屎 不吃不吃 臭狗屎 臭狗屎 不能吃 不能吃啊 老头气着眼泪都快下来了 你去 你去弄孩子 去喂孩子去吧 别在这屋待着 哎哎哎 包出来了 上旁边那屋 给孩子喂奶 两岁 两岁不吃奶了 他宠他 快吃啊 快吃啊 小孩也不饿 他这个 他这个妈 快吃啊 不吃爷爷吃了 不吃爷爷吃了 老头气着 心说我们家 也不像过的这日子 好容易把这年 算是过完了 家里坐的会儿 也商量 说这个 现如今啊 老头说 我瞧不了我儿子在家 我这活啊 我也不用他 因为什么呢 看起来就生气 不会说人家话 能不能你出去 干点什么去 别在家跟我起腻 大伙一商量 最后说也是啊 因为也没有多少农活 老头呢 体格挺好 一个人足以应付 实在忙不过来 儿子跟家忙过几天 也就差不多了 平时啊 没事呢 他出去干点别的 挣点钱 还能贴补家用 行 说过完年吧 出了正月 他出去干点什么去吧 选来选去 选一个合适的工作 干嘛去呢 买菜 这个卖菜啊 现在当然了 咱们上超市上哪儿 就买去了 有那个生活有点质量的 还让郊区包块菜地 啊 就那个吃不过来 过去不行 过去都是挑挑 那天津来说 北京也好 都是进郊 弄完菜之后 拿这个扁担挑着 前后的箩筐 摘完了菜之后 头进城 不管是护城河呀 还是哪河边 鸽子里边 烧一烧 把这菜的泡泡水 再挑出来 不是精神 挑进城一脉 这个就是看你聪明不聪明 过去卖菜 有那个坏小子卖菜 一天的收入比大买买家 正还多 他零啊 过去管这叫菜油子吗 挑挑 也没多少菜 他这个前后的箩筐 菜不多 啊 专门在糊涂里边转悠 找这家的门楼 差不多 看出来挺整齐 挺干净 就觉得日子不错的 围这家转 保不齐一会儿那家 这大爷就出来了 买菜的赶紧过去了 您挺好的 其实也不认识 生一口吗 您挺好的 我有日子没看见您了 满面红光 您就是要发财了 举拳难打 笑脸人 无论谁都是如此 人跟你客气 你能跟人家瞪眼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主呢 也得跟他客气 虽说不认识 知道是卖菜的 啊 托福托福 还不错啊 生意挺好的吧 这不就客气话吗 生意挺好的吧 哎呀 跟您说大爷 最近不太好 怎么呢 你看 有来言有去语 怎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犯什么错了 这些日子 您府上老太太 大奶奶 都没买我菜 我也不知 我错在哪了 我这心里过也不去 不能吧 我说就是吗 你家里的老太太 多疼啊我 那天下雨 我挑挑打着裤 老太太看见我 快进来 还给我倒杯热水壶 好 我这心里边热乎都不行了 我说我要是错了 你言语一事 我进去磕头去 是不是 不能吧 你怎么 不知道呢 这一直没买我的菜 我以为我错了 你想多了 今儿菜也不错呀 就给个结果眼 今儿菜也不错呀 是 您瞧瞧 您看看 还都挺好的 有辣椒吗 这就是没话 打个话 有辣椒吗 给您预备了 你就听这话 给您预备了 不是给别人的 就给您准备了 不买都不行 打这筐里边 拿出俩青椒来 就跟进贡似的 这种接过来吧 还不错啊 那能说什么呀 还不错 还挺好的 那是 是好 您看看 多少钱 您这 您这话 您可是抽我嘴巴了 什么钱不钱的 我孝敬您的 你别别别 你要这样 我可不要啊 你该多少钱 给多少钱 那俩青椒 你小买卖人 天天这么送 你还吃饭不吃饭 是是是 您疼喝我 我们家确实 上有老下有小 孩子也等着那什么了 就指着我这点东西 卖出去 养家糊口 全家人好几口 端起周晚来 得念您的人家的好处 行行 你说多少钱吧 这俩青椒 还能怎么 那个 这俩青 您给 您给七毛钱吧 七毛钱 现在可能 你觉得 七毛钱不较多 那您头 这七毛钱 鸡鸭鱼肉 全家人 八口人吃一天 您给七毛钱吧 七毛钱 我那天买一粒贵 三块 好 没您不说明了 咱们国家的青椒 还没下来 这是坐飞机来的 国外进口 一般人哪吃得了 就是 皇宫里边留了四个 还有您这俩 话都逼到这了 说我不要 这脸难受 好 掏一块钱 找钱 这钱要是找出去 都不算能的 哎呦 好家伙 这么大票 刚开张 甚至也没有 零钱给你 出去换去吧 也挺老远的 这样吧 韭菜可不错 您来点韭菜 回家吃 好不好 一根 两根 三根 大爷 您得着 一块钱 俩青椒 三根韭菜 大爷拖着 转身回去 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这腿进了院 恨得很 这不让人玩了吗 憋着回头 说句便宜话 就这一回头 卖菜的等着了 黄瓜您还要吗 转身走了 你看 也不累 他这钱后框 能够多少菜 他卖这一天 比批发那还多呢 这是菜油子 他说换这个 高峰特大哥呢 越说越实在了 换这个高山呢 叫茶汁 你想他不会说话呀 跳跳 倒是也知道进城 哎 胡吐儿里边 来回溜达 你溜达溜达 就停那吧 他没有 好家伙 跑上了 胡吐儿里边 菜卖的不怎么样 老爷好体格 一会儿换换肩 他也真累 最后实在是累了 搁在这儿 哎呀 哎呀 胡吐儿没好人 这胡吐儿 这都不是正常人 没人出来买菜 废话 谁是你干嘛的呀 是不是 哎 敢敲了 这儿门一开 出来一位 来大嫂子 也是孕妇 挺着大肚子 出来了 卖菜的 呦 这不怕死的啊 哎 在这儿呢 过来啊 人大肚子 站在门口这儿 你过来啊 他告诉人家 你过来吧 你没看我跑一上午了吗 不是 你过来我买菜 你废话 可我买菜呗 是吧 你买鞋上我这儿来 哎呀 这大嫂子也脾气好 挺着肚走过来了 有青椒吗 有啊 哦 好好好 我瞧瞧 我瞧 哎呀 多麻烦 还得瞧 吃点别的不好吗 看看 这褒贬是买主 喝彩是闲人 让孕妇这看看 哦 倒是还行 个头什么 还挺好的 辣不辣呀 那天买那个不辣 不好吃 你放心 特别辣 不是 你看你这人说话 那天我们买辣椒 他也说辣 结果 回来不好吃 不辣 你哎呀 我跟你说啊 我食的人 你踏实住了 特别辣 这么说 能把你肚子里的孩子辣死 你打呀他 拿辣椒扔他脸上 那还不打他呀 对吧 吵起来了 人家婆婆在家呢 老太子说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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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媳妇你别着急 你挺个大肚子 你别跟他吵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不会说人家话 他说辣椒 把孩子能拉死 老太太气 你怎么这样说话 你这孩子 哪有你那么说话的 不是老太太 你看 我不是成心的 我是好意 我就说辣椒辣 我不是那个人 我跟你这么说 我骗你 我是你儿子 这是我儿媳妇 你说你是我儿子 你跑这儿 占便宜来了 你让俩上去打他去 丁光物丝 打一顿 走走走走 以后别上这胡团来了 跳跳往外走 一边左边哭呢 太委屈了 欺负老实人你们 拐过弯去 没多远 这不是有一个尼姑 俩小尼姑在门口 拿条正扫地呢 哪条拿破扫地 他哭着来了 没好人 搁在这儿 俩尼姑就看见了 怕他跟这摘菜 过去卖菜里有这个 这会儿也没有生意 哥这儿 摘干净了 上别处卖去 人的意思 你要跟这儿摘完菜 菜一样扔这儿呢 我们俩还得扫 你别跟这儿摘菜 我们这儿刚扫干净了 这拿着条上 拿着薄鞋 你别这儿 他擦了眼泪 我跟你这么说 大哥 俩尼姑他叫大哥 大哥不怨我 他们欺负人 谁欺负你了呀 那个刚才卖菜去 出来俩缺德老娘们 俩尼姑就不爱听 什么话呀 出来俩缺德老娘们 怎么了 我卖辣椒 我说能把孩子拉死 他们骂我 我说我不对 我是你儿子 他们也不承认 你说这事闹的 这俩尼姑就劝他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你说哪句话人家爱听 你这出来做买 不你那嘴里得干净点啊 你这别怪人家说你啊 不是啊 我其实我也想就怨我 我不改劲出来 我昨天做梦就不好 梦见什么了 我昨天做梦见姑子了 知道吗 梦见姑子 人都说梦见姑子不好 梦见老姑子还凑合 就怕梦见小姑子 那就坏了 这俩人拿条子过来 我还拼光五四打一顿 你同志你妈接吗 哇就哭了 跳跳就跑 转过胡特口去 把这拐过一和尚来 哎呦呦 弥陀佛弥陀佛 这施主怎么哭成这样了 我今儿我跟你说 倒了没了 我今儿不该出来 怎么回事 把刚才事又说一遍 他们在那 他们俩还拿条子打我 你给我委屈不委屈 和尚乐了 没有你那说话的 你同志人家 你说梦见尼姑不好 人他俩人就是尼姑 那俩是尼姑 你是欠达 知道吗 你是欠达 你要听我的 赶紧过去 找你来 尼姑跟人道歉去 要不以后这门口 你买菜 你来不着 我还是道歉去 道歉 我过来喊什么 你喊 喊大姑 喊大姑 你说你错了 悄悄回来了 俩小尼姑还跟门口扫地呢 他过来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大姑 我错了 我改了 你原谅我吧 俩尼姑挺高兴 会说话 你怎么知道改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们俩叫大姑呢 别人告诉我的 谁告诉你呢 那大姑夫说的 我早发现了 一山榜水 小河沟 小庙在山头 问菩萨因何道作 叹众生不肯回头 我不敢高抬教化 也无非只善长山 这卖卖风流 这回就给一回 不能多给 你看看 斩了一年前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这是个有钱人 他戴仨口罩 这个 没戴口罩的都戴上啊 哎 疫情期间 倾向上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安全也是重要的 把我那口罩也给我拿来吧 咱们得保证安全 刚才是我俩徒弟 孟克唐 周九良 说的这是传统相声 叫拴娃娃 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 换上我来 刚才主持人 侯振说了 我要说一个 济宫传 也不知以前您各位听过 没听过 有听过的 好 谢谢吧 你看这个走了 是因为他听腻了 你不要让我记住你 大胖丫头 逗着玩你 没事 不爱他 我是不爱他 说相声 说书 其实 就是跟观众聊天 您各位开心了就好 《寄宫传》是一个传统的节目 我这些年陆陆续续 也说了不少了 好多人都埋怨我 说书不说完了 给人挖坑 也说的我可难过了 你们说的对 坑中自有颜柔玉 坑中自有黄金屋 挺好 是个乐趣 这个听我的书 就得有过日子心 《寄宫传》这个故事 发生在13世纪 中国那会儿正是南宋 寄宫他老人家 现实生活中有这个人 本人叫李修元 出生在1130年 如果活的今天是890岁 过了12点890亿 我都佩服我自己 这个玩意说书严谨就在这 不能让人问住了 本人是有这么一位 当然后来啊 经过这个小说啊 典故啊 民间艺人的渲染呢 把他老人家 说成一个神仙 古西天雷音寺 如来佛的弟子 降龙尊者 将士临三 就是觉得天下啊 南宋那会儿刀兵四起 老百姓不容易 让他老人家下凡来 转化为一个滇僧 滇僧啊 就是跟你想象中的高僧大德 是不一样的 你哪个一出来啊 他老人家一出来呢 他一出来你能闻见 他身有味儿 也不洗脸 也不洗头 也不洗澡 他说嫌水脏 头发呢 一哈来长都立着 身上都是泥 衣裳也破 拿了一破扇子 看过电影电视剧的 您各位都有这个形象 咱们就不多介绍了 之前说季工传的时候 我挖了很多的坑 来之前我在路上还想 我是不是需要把坑给大家填上 哎呀 想了想去都到北斩门口了 我也没想起来该填哪个坑 坑太多了 得了 说了哪是哪 好在您各位呢 有都是老主公 也没人跟我见外 这个 就从今天说 季工就来了 你看这玩儿说书就快啊 哎呀 说书的嘴 唱戏的腿 唱戏的跟台上 转一圈 就如同走了几千里地了 说书呢 就这一句话 春去东来 一年就过去了 快 不能莫粉 莫粉让人笑话 季工来了 上哪去呢 他出家是在灵隐寺 出了灵隐寺 往东走 拐过弯去 就是一趟很热闹的街 在街口这儿 有一小酒馆 两口子开的 姓张 这男的就喊着老张 家里还一媳妇 媳妇 请款式 两口子跟着做买买 也没有什么 盛桌的酒席 也没有 反正眼前的菜 能够一炒两个 喝点酒 拍个黄瓜 弄个花生 切点卤菜 干这个 这个罗汉爷 跟他很熟 今天来了 往这一坐 先把鞋脱了 他那个鞋 其实也不叫脱 就是一甩 你为什么呢 前面张嘴 后面没根 坐在这儿 搓自个儿的脚 一边搓呢 一边跟老张聊天 常听这个故事 人都知道 这罗汉爷 嘴里说话不利索 常年不刷牙 嘴里黏 搓着脚 跟老张聊天 是 买买的挺好啊 老张跟他认识 是 托您的福 生意还不错 你得注意点卫生啊 你这饭馆 饭铺 闻着有味 您脱鞋之前没味 我 我 你确实 说话 怪野人的 没有您那野人 就给我弄点吃的 您坐着吧 我给您烫五酒去 老张烫酒去了 老张这媳妇过来 啪 老汉爷 有日子没来了 我想让您给我们看看 第一是生意不好 第二最近我们家可能不干净 是不是有脏东西 你说说怎么的了 坐那凳子 哭叉就折了 往床边一坐 哭叉就折了 上我们家阁楼 哭叉一下子 梯子就折了 是不是闹妖精啊 你这个娘们太胖 哭叉 你这叫什么坏呀 不是 你瘦下来就都解决了 不是 你看 我这瘦不下 我现在我都 我都自己摸不着肚脐叶 那没事 那我能帮你 我给你做法 两种 一个是简单的 一个是复杂的 哭叉 您说吧 怎么能简单 简单就是我替你摸肚脐叶 怪害臊子 我得自己 你看我现在 我够不着肚脐叶 我得自己摸才行 那我给你做法 做法你做别动啊 好像他不是这么念啊 我念这有烧烤的味 我哪知道怎么念 念吧 念了一句咒语 啥了 老张的媳妇 罗汉爷 这什么意思 我 我给你做法了 你现在伸手 你俩手 肚子一边 多给你变出去 肚脐叶来 好吗 你现在趁仨肚脐叶 我老张媳妇气得 那管什么用啊 不要什么 肚脐叶干嘛 我 你看 神仙 羊二郎 三只眼 三只眼 就撒肚脐叶 干什么用这是啊 你给我弄点吃的 我一会给你聊聊 这正说着呢 尤打这边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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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一小伙子 二十来岁 就这张脸 一点人色都没有 没有血色 走到这店门口 趴在这 还有别的吃饭的呢 门口还有人呢 都愣 过来拿手一摸 这鼻子这 没有气 吓坏了 哎呦老张 老张 老张快 你们两口都快看看 你们这店门口死人了 老张过来了 媳妇也看看 两人直抖了手 干了 这买买怎么干的 对吧 你这个店门口死人了 这个玩意儿 就说跟咱没关系 你处理这个事 也会很麻烦呢 都傻了 老张也傻了 这媳妇也傻了 旁边就有那聪明人 老张 那意思 活佛在这 跟罗汉爷说说 老张赶紧过来 罗汉爷 你看这个 这怎么办 不是您 我怎么 不是您没事 这个 哦 哦 这个 对对对 您多收来 多收来 哦 给他爷变俩肚气眼 他变俩不管用 他得变一身 就算是乱枪打死的了 啊 一身的枪眼 啊 不是 罗汉爷 您看这怎么办 我这买买没法干了 这这这这 这开了 我来 我来 啊 我来了 拿手啊 在这死人鼻子底下摸了一下 哦 死了 是我们都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啊 您看这怎么办 这 这报案啊 别喊 别喊 您看您有办法没有 啊 佛法无天 您让人家收来 哦 哦 行 哎 小哥哥家住在何方 光机躺下地冰凉 贫僧度你西天去 死到别处 又又何方 起 说了声起 啪 这死人站起来 啊 冲着技工 抱拳拱手 转身奔这边 登登登登登登登 走了 老张一聊 医生就跪下了 我谢谢您 您是给我 减了多大的麻烦呢 啊 我给您磕一个 你起来 起来 别别 不用 不要紧 你啊 其实刚才我就想告诉你啊 你命中 有这么个麻烦事 但是呢 我 我看着你啊 要发财 你现在去趟 清波门 清波门是杭州啊 西边的城门之一 你到清波门 买一个猪头 他那儿有一个卖猪头的 十五斤四两 把它买回来 我 我送你一场荣华富贵 听见了吗 哎呦 我这我不指望发财 你快去 快去 快去 哎哎哎哎 那我 我先溜达溜达 一会儿回来 我吃你们家这猪头 罗汉爷站起来 往外就走 奔这边溜达 人两口子得商量啊 让咱去买猪头 买不买十五斤四两 说买回来 一场荣华富贵 买吧 买可是买 家里一时 拿不出这么多钱了呀 这胖媳妇说 不要紧了 你看我这儿 摘下一簪子来 银簪子 你先拿这个去 人家要钱的话 就把这个先给人家 多退少补 把猪头拿回来 看活佛说什么 老张呢 这儿去买猪头 罗汉爷出了门 往这边溜达走了 没多远 这儿有一个卖药的 这小子三十来岁 站在这儿 哎 那个没收眼角都会说话 列位列位 我起个事 这跟前就围着不少人了 看着他 我起个事 就我这个药 跟您各位说 最侧的东西 都是琥珀 珍珠 合出来的药 全是好东西 百病全治 我要是说瞎话 天打五雷轰 罗汉爷就站在身后 听着他这儿说 我说瞎话 天打五雷轰 技工点点头 轰 华音刚落 就这雷 在这竹子的边 啪一声响 光荡就坐地上了 哎呀救命啊 救命啊 这个年头 说瞎话都不容易啊 买药都全跑了 就剩他一日跟这儿哆嗦呢 技工乐了 哎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骗人 我没敢骗人 还没敢骗人 没骗人 雷怎么响呢 你说你那个药里边 是珍珠和琥珀做的 真有这两件吗 我跟你说实话 我妈叫珍珠 我爸爸叫琥珀 他俩在家拿切膏 做的这药 所以我觉得 我说话不可能 你少来这套 我可告诉你 再说谎 你可是一场人民官司 把你卖的钱都给我吗 不是你怎么还抢我 这废话啊 给你消灾免货 打他身上 把卖假药的钱 拿过一包来 为什么拿他的钱 后文书是有用处的 这时候告诉他 你得学好 不能坑人害人 把他打发走 再回来 要吃炖猪头肉 买去了吗 真买去了 老张到这清泊门外 十字路口 正好看见杀猪那儿 肉架子上 放了一猪头 过了一问 这个多少斤 好 刚要完 十五斤四两 嘿 就是他了 我要了 好嘞 拿钱来吧 我没带钱 我这有一簪子 我拿这簪子 先压给你 回过来 咱们再算 哎呦 你等我一会儿 说了声 你等我一会儿 捂着肚子 肚子不舒服 等我一会儿 鞋对过不远 叫谁厕所 老张转身就奔厕所 到厕所 方便 完事儿站起来 一系裤子一抬头 抢手一大钉子 钉子上挂着一个包 黑布的包 拿手摘起来 一掂量 心说这里面是什么呀 也没往心里去 就拎出来了 这一出来外边没人 你也该负儿一看 好家伙 全是银子 上等的雪花银子 哎呀 我的天哪 我 我这是谁的呀 看看周围没人 正着急呢 买猪头子过来了 哎 你先拿走 我那个差不多了 就剩一猪头了啊 那个想着明天 咱把账再算一下吧 差多差少再说 哦哦哦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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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去吧 拿着猪头 拿着装前这包 回家 来到家里边 媳妇还等着呢 买来了吗 买来了 买来了 买了 快快快快 进来吧 把猪头找一喷先泡上 又把这打开了 你看看这个 哎呦 现在 买猪头还送银子 你闭嘴 嗯 那买了还干得了啊 猪头多少钱 送这么些 你哪来的 你 我在那儿捡的 我在那儿出门厕所 把这事一说 媳妇坐那儿就愣了 往好处说 罗汉爷说了 有一场荣华富贵 往坏处说 这是谁的呀 这俩人心眼不错 你这样吧 我说老张啊 你回去再问问吧 你说呢 万一人家施主 跟这又哭又闹的 是不是啊 要实在找不着 咱们回来 再问问活佛怎么办 你说的也对 那我去 拎着银子又回来 走到 差几步到厕所这儿 一瞧厕所这儿 围着一帮人 有人说了 哎呦喂 这是谁上吊了 老张就愣了 啊 上吊了 登登登登 几步倒进去 分开众人一瞧 厕所里边 哇 这一位 人都凉了 怎么回事呢 一问呢 跟前有人说 不知道呢 来这么一煮啊 刚才跟这儿 又擦眼泪 又跺脚的 说银子丢了 完事上吊就死了 你这事闹的啊 也不知道是谁啊 那算了吧 大伙都这么说 老张一身冷汗 打人群里边出来 上哪去呢 先回家吧 啊 来到家 他跟这罗汉爷 一块来着 技工打这边过来 哎 那个 罗汉爷 十五斤四两 有吧 啊 是 这不光十五斤四两 还挂着一个 一百多斤的 那就对了 快进来吧 进来吧 进来吧 进来了 啊 恨复老张这媳妇 问那猪头 给我炖上 啊 我给你们俩 瞧点东西 媳妇这炖上猪头 她这边 拿出两张画来 你们俩看看吧 一瞧这画上 头一张 有一个人 拿着一把刀 地上还跪着一个人 第二张画呢 厕所里挂着一个人 旁边有人 拿着一个包袱 罗汉爷乐了 你看这头一张了吗 嗯 拿着刀这种 是个江阳大道 跪在地上这个人 老张 就是你上辈子 上辈子 他把你杀了 把你身上带的钱 都拿走了 你再看这第二张画 上吊的 就是上一世的江阳大道 他欠了你的 躲到天边 他也得还你 所以这辈子 这点钱还得给你 他上吊了 还你条人命 哎呀 两口子听完了 顺着进钩冒凉气 我们一托付 人不能亏心 走到天边 报应也是有的 哎呦 罗汉爷 我们这谢谢您 拿这个钱 留着啊 留着 好好的花啊 别浪费 你们就隔三差五 给我买肉就行了 打这儿 吃饱喝足了 这儿一出来 刚一出门 拐个弯去 没多远 又打这边 登登登登登登 刚才那死尸 又跑过来了 啪 摔在罗汉爷脚底下 激公看着他 这是迷路了 贫僧住你 西天区 死的别处 奈何妨 走你 走 这又站起来 登登登登登登 往那边去了 活着时候啊 都没跑这么远的道 跑了 这儿一拐过弯来 有个小河沟 往这儿一走 在河沟的边上 坐着一老太太 这老太太 他五十来岁 穿着衣裳很破 就坐在河边这儿 一把鼻涛 一把眼泪 和尚乐了 我就找他来了 高兴 走到跟前 一聊衣裳 跟老太太 做一对联 那挺好的 老太太正哭着呢 怎么呢 来一和尚 穿得挺破 一提鼻子还挺臭 我不好 别着急 我就是找你来了 我有事要跟你说 正要说着 就在那边 登登登登登 那死人就跑回来了 摔了跟前 和尚直作丫画子 打旁边撅了一根树枝 这儿啊 在地上画图 起来往这儿跑 往东去 拐过弯 一直上那边去 路北又一大门 推门就进就行了 走你 走 走 所有人站起来 登登登登登 按着路线走了 老太太都傻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别管怎么回事 你说说吧 你为什么跟这儿哭 不是 我儿子呀 可能是让妖精给迷住了 我眼瞅着他就活不了了 我们就娘俩过日子 他要是一死啊 我活着也没意思 我瞧我儿子 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我不如就死他前辈 我就想搭这沟里边死 但是我又舍不得的 我就难受 我跟这儿 我就难 别难过 我给你点银子 你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 这银子可都是卖药的银子 都是好东西 都是琥珀跟珍珠喝的药 拿着 拿着回家 晚上我上你家去 我给你儿子治病 你听我 你别死 别死 以后我老得上你家去 我有事跟你说 您别闹 谁跟你闹 家走 等我去 快去 老太太站起来走了 和尚站起来 乐乐呵呵的 溜溜达段往前走 正走着呢 尤打这边 来一位 穿重达段 丢有钱 把路横住了 洛汉爷 干嘛呀 那死人是您知道我们那儿去了吧 有人说这是谁啊 列位 这是当地一个做生意的掌柜 什么买卖呢 当年这个买卖叫化人厂 现在说就是火葬厂啊 有人说那会儿就火葬堆了 北宋的时候就开始咱们有这个火葬 一直到南宋的时候 整个杭州地区 这种殷仪馆呢 烧人地方有好几十劲儿 国家还很提倡 叫化人厂 您看那个水浒传武松 武德郎那骨头不就是和酒树给烧的吗 他就是化人厂那儿 这种呢 就是化人厂的掌柜 今天做买买正忙着呢 又打外边蹬蹬蹬 推门进里死人 趴那儿等着烧 掌柜子只做鸭花子 这哪个事呢 跟前有几个伙计提醒 说这个事别人办不了 一定是啊 寄功他老人家派过来 那就给他烧了吧 这么着给烧了 烧完之后 那个罐把骨头还装好 说那我得问他 到底是不是 尤其是谁家的 要不要写名字 别回人家本家找来 都不知是谁 他这么着 掌柜子出来 没想到十字街头 碰见罗汉爷了 您等会儿吧 那人是您打发过去了吧 对 我打发过去 烧了吗 您放心 烧得干干净净的 白事拿毯子都装上了 也别烧啊 那人还有救呢 没有这么逗的 类似的事之前您也办过 我们说不管烧 您还上这儿骂街去 对不对 这回我们办得这么好 您不能这么这样开玩笑 这下没事 那个烧了就对了 你做了件好事 冲这件事 以后你一定能得一大胖小子 真的吗 我什么都不切 我就想要一大胖小子 你一定要多干好事 因为你这个前生前世 太爱占便宜 竟做坏事了 我可不是吓唬你 你如果不做好事的话 以后你哪怕生了一个儿子 你这个儿子有问题 这一句话吓坏了 罗汉爷 我儿子有什么问题 你儿子以后 你别害怕 我不害怕 您跟我说说 你要不做好事 以后你生完儿子 你这个儿子 吐屎 我做好事 我一定做好事 你好好做好事 不修今事 修来事 不修来事 你还修个yes呢 我不能yes啊 你就好好的打这起 画人场的掌柜的 真是干好事 成了十里八村的大善人 他那儿子后来也很有出息 当然了 后来他这个儿子 长大了 爷儿俩还特意找了一趟技工 掌柜的说 我闻点事 当初您说 我这孩子 如果我不做好事 孩子吐屎 他为什么会吐屎呢 罗汉爷乐了 不是 暴反了 这做好事 这总有的时候 擅财难舍嘛 是不是 你告诉他 你捐一百块钱 咱们帮助帮助这穷人 他不干 你跟他说 你这事不干的话 你出门拿车撞死 他就花三千万了 善财难舍嘛 这个 把他安顿好了 罗汉爷看那天 心说得等着天黑了 我上老太太家去 给他拿妖酒 老太太姓冯 儿子叫冯氏露 在一个布店里边 给人打工 每天从早晨出来 给老太太安顿好了 他上这上班去 晚上再回来 一早一天 他来来回回的时候呢 总路过这么一个小山湾 小山湾那儿 有一窟窿 有一山洞 也没人拿这山洞 当回事 他这天从这山洞那儿过 就听着山洞里边啊 有风声 他也纳闷 往里边这么一探头 就觉得耳边像打雷了 又打雷 又刮风 又下雨 咣当一声 他就躺去了 赶等再清醒过来 跟前站着俩姑娘 一个穿一身黄 一个穿一身蓝 书中代言 这山窟里边啊 有俩妖叫 是两条蛇 一个穿着蓝色的 一个穿着黄色的 站着这 又好看 那是 又狗狗又丢丢 因为这是我形容 女人好看最好的一个词 长得漂亮 又狗狗又丢丢 特别美丽 俩姑娘站在这 说你醒一醒吧 她刚才都晕了 这会儿坐下来了 哎呦 吓啥了 两位大姐 哎呦 快起来快起来 掺起来了 你怎么跟地上歇着呀 不是 我走到这儿 我就突然间就晕了 哎呦 你糊涂 你到咱们家了 怎么不进来呢 咱家 我也不认识您二位啊 怎么还咱家 哪有房子 你往这儿敲 拿手一指 就这身后 出了暗闲子 出了一大宅子 各位您后来看 这白蛇传的时候 白蛇冤许仙 也是这么冤的啊 拿手一指 你看看 哎 你看着 咱们家 啊 就是咱们家 你快进来吧 进来吧 俩妖精 变得俩大姑娘 一边一个 给她拉进去了 这冯氏录 今年十八 列位 十八岁的小小子 正是四明辈不明辈的时候 但是内心又充满了渴望 啊 叫进去呢 就进去吧 怪臊等的啊 好害羞啊 进去吧 这儿一进来 好家伙 正当中 桌子上摆着一桌饭 又有酒 又有菜 俩大姐姐陪着喝酒 那喝吧 连吃带喝 高兴 吃饱喝足了 俩姐就劝着 天不早了 咱们歇着吧 哪儿的事就歇着呀 进了妖精的洞府 让歇着就歇着吧 俩人拽着 上炕休息 休息了好几天 这天早上起来 俩妖精一跳 呦 这人都走了笋子了 这脸瘦的就一条了 又这可不成 这也不能死咱这儿 死咱这儿哪成啊 给他送回家去吧 吹了一口气 咱也不知道 念的什么咒语 逢世路就回家了 光机扔了院里边 老太太吓坏了 好几天儿子没回来啊 走到跟前看 这是什么呀这是 谁拽进了一麻袋呀 扶起了一瞧 自个儿的儿子 吓坏了 哎呦 连来呀再拽 弄到屋里去 也问话呀 说不利走啊 你瞧这人要死 找大夫瞧 好大夫找了多少个 后来连跳大神都找来了 有的说是有邪气 有的说这说那个 咱吃药呗 僵养了一段时间 稍微恢复了一点 刚恢复 这俩大姐姐又来了 找到家里来了 说恢复的不错了 咱们又该歇着了 老太太那见过呀 这不对 这是妖精 这是妖精啊 但是你说完了不管用啊 你也进不去屋啊 俩妖精一出信 老太太灯就出去了 这时间一长 眼瞅着 冯氏录的身体又坏完了 老太太心说得了 我呀别活着了 我死去吧 要不然的话 我瞧着我儿子没了 我更烟心 所以才有今天白天 打算自尽 让罗汉爷看见 这么一个原因 所以这会儿天也黑了 罗汉爷上他们家来了 这一进门 老太太先磕了一个 我谢谢您 眼儿有信 那个上家来瞧我们来了 您看看这就是我儿子 我瞧瞧 到滚间看看 这冯氏录躺在这 这眼都睁不开了 有出气没进气 别说 别说话 别说话 不要心的 这吃点药就好 吃点药就好 以伸手啊 罗汉爷在 嘎着窝着就搓 在身上搓搓搓搓搓 搓半天 搓出一大泥丸子来 跟手里揉 揉完个手里攥着 这百病全治 老太太又跪去了 您不能这样 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瞧瞧您 别打岔 我给他下点药 这丸子 罗汉爷先搁着嘴里嚼 嚼差不多了 兔子手里 掰着冯氏录的嘴 冯氏录都要死人了 这会儿闭着嘴 就不张嘴 罗汉爷气得 不知好歹的玩意儿 一捏鼻子 张嘴了 往嘴里一放 抓着下巴颗 捏着鼻子 咽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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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咽咽咽咽 咽丸子吃下去 这个人翻了白眼了 老太太哭了都不行了 完了 这会儿可省心了 哎呀 罗汉爷您不能这样 我儿子你别着急 一会儿就行了 一会儿就凉透了 别凉透了呀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等着等着等着 又等了大概十分钟 风势路睁眼了 哎 臭死我了 哎呀 你看 你看你儿子 说话 劲头也足了 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罗汉爷 我就觉得我这肚子 凝得很 肚子疼 我得上厕所 你不能动啊 你可不能动 你知道吗 你就这样 你要是想方便 你就在床上方便就行了 你使劲 诶 罗汉爷 我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了 一 二 三 走 挺好 你缓一缓 缓一缓 缓一缓 把这床背后 罗汉爷给卷起来了 因为太脏了 都是那个病毒什么的 卷好了 推开窗子 罗汉爷往外一扔 搜 扔出去了 把窗户关上 你俩大姐姐在哪了 老太太一指旁边那屋 他们家是里外间 刚才来的时候啊 那俩妖精在跟前 罗汉爷一进门 这俩人再走 走不了了 整个这房子 天罗地网 罩上了 俩妖精上内部躲着去了 罗汉爷一推着门 呸 这俩大姐跟这 哆嗦都是一个了 哎呦 那个 怨他 罗汉爷都怨他 他出的主意 那个就急了 呸 没羞没臊子 不是你窜瞪的吗 我窜瞪了你也没拦着我呀 那你还挺高兴的呢 这事就怨你 这事就怨你 你敢指我 你指我 我也指你 和尚看着 行了 不要脸的 现原形我看看 是什么玩意儿 哎 好 我们让您瞧瞧 就地一拉鬼 地上两盘蛇 一个黄不筋的 一个蓝不筋的 这脑子都这么大个 在地上盘着 两盘 罗汉爷看看 叫什么名字 我叫 黄素贞 你呢 我叫蓝素贞 你们这玩意儿就按色分是吧 名字都一样 都叫素贞 有个白素贞 认识什么 是我姨 这不好听 改个名吧 你叫香肝 你叫面具 罗汉爷 您叫打鲁啊 您怎么换一名字 香肝面具不好听 那行 因为改个名字 希望你们俩 以后学好 这样吧 这个 凡是蛇呀 蟒类的呢 你们是都希望 能成为龙 以后你俩就算 笼子疙瘩 俩要你还挺高兴 要罗汉爷 您给个字吧 你等收完小字再说吧 他不挨着这个 两回事 以后改不改 我们改 我们以后听您的话 罗汉爷一伸手 拿出两个剪铁来 就像请剪式的东西 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 揣好了 有一天 这剪铁上放光 就是我找你们俩 那会儿有用处 谢谢您了 滚蛋 一阵狂风 这两条蛇就没了 罗汉爷打这屋出来 到这儿来 再瞧瞧 逢是路都能坐这儿 坐在床边 老太太给弄了碗热水 这儿喝 我怎么谢您 你先别谢我 外边有妖精 找咱们打架来了 怎么又有妖精 别出去 我看看 推开房门 技工就出来了 站着院子立桥 半悬空中 真来妖精 来了一条蛇 这脑子跟八仙桌子 这么大个 您琢磨 脑子这么大个 那身子得多汗 跟水缸似的 半悬空 阴云笼罩 站着一条蛇 蛇脑子上 有一肠背后 一脸的屎 刚才扔的劲大了 蛇打着过正扣脸上 技工就说看他 他就看技工 有人说 怎么这么些个蛇 严打哪闲 醋打哪酸 这还真是个蛇 但这个蛇 跟刚才那俩不一样 这个还有故事 它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 莫甘山 莫甘山在哪 各位 有人知道吗 有人不知道 太好了 这就得给这二人说书 你一说 他说知道 这没法干了 莫甘山嘛 想当初汪汪河驴造宝剑 这个甘酱墨烟嘛 两口剑 出在那 那个故事太复杂 咱今儿不说了 你说完之后 说不完 挖坑不合适 反正莫甘山这儿呢 出蛇出的很多 茅山有一位道士 叫蒋云 他到这个莫甘山去捉蛇 捉蛇配药 就发现在 这儿蛇特别的多 而且质量特别好 比别处的都强 刚到这个莫甘山这儿 一瞧那儿 有一老大爷 跟着种地 蒋云一看他这脸 说你留神啊 这两天你可能得死于蛇毒 老大爷还不信呢 不能吧 你放心 你够呛 蒋云说完就走了 这大爷跟着干活 突然间 有条蛇窜出来咬腿了 呦 还挺疼 干着活呢 手有镰刀 就把腿上的肉弯下一块来 就扔了 弯下这块肉也就这么大 像一个象棋子 把血挤干净了 就算活了命 过了两天 他又过来干活 在地上 看见自己扔那块肉 已经 长成这么大块 自个儿觉得纳闷 这碗毒太大了 撅了一根树枝 一扎这肉 自己的肉 已经肿了这么大 一扎 扑一些的 往外喷这个血水 整自的眼睛里边 当时就看不见了 回家之后 流黑水 然后流血水 当天就死了 这也是命中造定 就说此处 这个蛇呀 特别厉害 而且 莫甘山这 这个蛇有两个 有一个蛇王 有一个蛇后 两口子 这个蛇王呢 个儿不大 这么大 你别看他小 他是蛇王 他特别聪明 这个蒋云 收蛇 他得念咒 他一念咒呢 蛇王拿尾巴呀 就把耳朵堵上 不听 所以逮他 费很大劲 蛇后呢 有一特点 每天得上树 从树上往下摔 摔起来摔着粉末一样 一个时辰呢 自个儿还能 合成一条整蛇 所以蛇王蛇后 都逮着之后 配药 那太棒 反正简断接说吧 因为蒋云拿蛇 这个事很麻烦 简断接说 他把蛇王蛇后 都逮走了 他走的时候 蛇王蛇后 有一个儿子 有一小儿子 这小儿子呢 父母都让人弄走了 做医疗器械去了 生这孩子 山上来一放牛的孩子 把这小蛇捡走了 这孩子是个傻子 傻子天天拿这蛇 跟着玩 也给他拿鸟蛋 拿鸡蛋喂 所以他是跟个傻子长大的 要不说这个孩子 童年这个成长非常重要 你看他爸爸蛇王 他妈蛇后 他跟缺心眼儿子长大的 所以长大之后呢 他有点弱智 还自个儿宠自个儿 妖精都得有名字 他给自个儿起名 叫大宝宝 无论什么动物 一问他叫什么 他说他叫大宝宝 自个儿贺号 叫英雄中的英雄 就这么一个缺心眼儿的玩意儿 后来这满处都去吧 还认了一干妈 这干妈是个狐狸精 干妈跟他那亲娘 那蛇后啊 好姐们 后来说得了 我管你吧 就把这缺心眼儿的 这个接到狐狸洞里去了 我得教你啊 他要跟人学 变这个变那个 实在智力不够 学了好几年呢 就会变门栓 你说变腾一下了 变门栓 狐狸说也没别的用 天天晚上拿他锁门用 一擦盒 他这狐狸一跟他说 天不早了 孩子上班吧 就别在门上 那么个缺心眼儿 但逐渐就长大了 长大了呢 这动物也有这个心呢 他就打算搞对象 就看上黄素贞 蓝素贞了 找人去了 我爱你们俩 那俩说你爱谁 谁都行 你挑一个挑不了 俩到底是我的 那俩说那也不是不行 那凭什么呀 你有什么能力呀 我会变门栓 灯 那俩有心脆的吧 觉得不合适 说我们不能跟门栓结婚呢 那怎么办 你怎么也得像个人样才行 但他那个智力 想变人今生今世都很难啊 后来回去跟这个干妈 跟这老狐狸哭 老狐狸说 你这要变可不容易 你先附体吧 对吧 你先找一小伙子 附在体上 这些日子 附在小伙子体上 小伙子呢 被寄功火化了 就这么简单 天下的事啊 就是这么简单 火化之后 他很生气啊 自己的生活 家庭 爱情 都毁在和尚身上了 所以今天上这来 他围着这个房子上空啊 飞了半天了 他自己想过 怎么下去 能让这和尚害怕 自个儿跟自个儿锻炼 你如何如何 使相 宁为邓言 正开心呢 来一背后卷 糊脸上 擦得实 就这会儿功夫 罗汉爷推门出来了 看着很可爱 这叫什么名字 英雄中的英雄大宝宝 和尚差点没吐了 没羞没骚的玩意儿啊 去去去 该干嘛去 你看不起他 这不行 急了 因为英雄是不可以被侮辱的嘛 我给你拼啦 往下就冲 好家伙 后边的尾巴 啪啪啪啪 甩啊 你想象啊 和尚那是罗汉 能在乎这个吗 拿手一直 定 定住了 定是定住了 后边拿尾巴也不能动了 他原来是脑子往下扎 这尾巴后边甩 这一下呢 尾巴是直的 脑袋来会甩 一会儿就晕了 和尚挺爱看啊 歇会儿 歇会儿 打上面 直接下来 这个 缝去这后院啊 这嘎喇这儿 是一粪坑 不管是他们家粪坑 就这一片啊 都跟那儿 倒东西 倒什么脏东西 排泄物 就这一下子 他下来 尾巴下去了 脑袋在上头 这舌这么立着下 整个都坐在这粪坑里边 这粪呢 到脖子这儿 和尚过来了 站在那边 拿手一指 一指他 害怕 脑袋就下去了 一会儿就上来了 和尚跟人揍 他这一到他 嗯 嗯 嗯 他要一个钟头 最后妖精站起来了 我实在吃不了了 我实在吃不了了 啊 和尚看看他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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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滚滚 赶紧走 干嘛干嘛去啊 好家伙 打这粪坑里边 拔地儿起 飞走了 飞哪儿去呢 回狐狸洞 找他那姨去 啊 一进门 搂着这姨 搂着狐狸 委屈啊 他们欺负了 狐狸气坏了 怎么那么脏 啊 怎么那么脏 弄我一身 这儿什么呀 啊 他来的时候 他这姨坐在屋里正哭呢 为什么哭呢 这里边有一个小插曲 有打京城啊 来了一个官 公布侍郎 周恩华周大人 奉圣命去往福建普田 到妈祖庙 要献一只戒指 啊 妈祖庙大伙 就是咱们老说 老娘的庙 跟他们拴娃娃 你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那是两回事啊 凡是走水路 海路的 船员什么的 都供奉妈祖 您到天津去看看 妈祖庙天后宫 先有天后宫 后有天津位 妈祖 是北宋时候就有的 按岁数来说 妈祖比寄宫大 一百九十岁 也是神仙 这个老太后呢 皇上的妈呢 之前啊 坐船出去啊 差点出事 海上风浪太大 结果呢 就是迷迷糊糊的 妈祖险胜 把她救了 老太后回来之后 心里很感激 自己有一个金刚蒜的戒指 就跟手下人说 你们谁去趟福建 到梅州岛 莆田那儿 那是妈祖庙 把她献到那儿去 辽表我的一份心意 正好赶上了 这位公布侍郎 周大人 巡查河道 就从那儿把这活接过来 带着这金刚钻的戒指 又打着出来 要去福建 他路过杭州这儿 半截就停了一站 船不能老在水面走啊 到了哪儿 就停一下 歇一天半天 这一靠岸呢 地方官就说了 说我们这儿四方山上 狐仙哪 特别的灵验 而且我们这个山上啊 土地成黄 也跟别处不一样 包括我们山顶上的 温阴 都是跟别处不一样 都灵的不能再灵了 是有求必应 哦好啊 那既然你们山上这么多庙 我逢庙烧香 见神就磕头 这么着 周大人要上山 开始在山脚下 什么土地庙什么的 都拜完了 得上山上山的时候 要坐轿子 地方上人说 您不能坐轿子 哎 这底下这几个庙没事 您要拜观音 必须是步行上去 为什么呢 没有人呢 能坐轿子上去 对菩萨不尊敬 您要坐轿子上去 半截的轿得折 周大人不信 没听说过 京城也没这样过 坐轿子上山怕什么 坐 坐轿子上山 拜观音 走离一半 咔嚓一下子 脚杆就折了 把周的人 打轿子里面 扔出去了 哎呀 没想到 没想到 我弥陀佛 得了得了 那咱们走上去吧 这才走上去 走到山顶 这个寺里边 这是供着 威士音 但是呢 这个漫障是撂着 说这个要烧香 为什么 不让辽开看呢 和尚就说说 不能看 我们这个塑像 跟别处的观音不一样 艳丽非常 恐怕凡人看见之后啊 他走别的心思 不能 既然是菩萨 有什么不让看的 我得瞻仰 瞻仰 观音菩萨 打开吧 把脸打开了 果然 这尊观世音的佛像 不一样 哎呦 艳丽非常 没烧眼角 这个状态就不对 周的人就愣住了 就跟这想 想了半天 我怎么看他眼熟呢 嗯 想起来了 因为之前有一次 张天师进京 要参王败嫁 张天师在京里边 文武百官都经常去聊天去 周的人也去 有一次跟张天师聊天 就在张天师台阶下边 跪着一个女的 说这是谁啊 张天师说这是个狐狸 他要干嘛 他要求一些香火 说您给他吧 给他怕他以后惹祸 得了 您看我的面子吧 你看他跪着多可怜 外边下着大雨 刮着风 一个富道人家 你甭管那是狐狸是什么 您给他几年香火 让他也想一想富贵 张天师说得了 你今天给他求情 有一天你倒霉倒他身上 给他三年的香火 这女的磕了个头走了 所以今天周大人 仔细一琢磨 不对 那一天跪着天师 台阶下的富道人家 和今天神龛上的观音菩萨 一模一样 拿手一指三年了 你忘了吗 想当初我给你求的情啊 许的你三年香火 你不但不报恩 还把我的轿子弄蛇了 你还有天理没有 话音刚落 这观音箱 咔嚓就碎了 所有人都傻了 哎呦 这是怎么回事 打人摆摆手 你不管怎么回事 这事只有我知道 气冲冲的 又打这儿出来 咱们书中代言呢 就是那位狐仙 借了三年香火 在这儿假冲观音 这儿没有了 只能回自个儿洞里边哭 哭得正难受呢 傻儿子进来弄低身屎 就这么个原因 把事一说 哎呀 狐狸气坏了 其实这也不像话 甭说别人 现在说我自己 这傻子你不用管他 他也蹲来样了 我怎么办 没有香火了 以后我上哪儿去 想来想去 恨谁呀 恨周的人 就恨周的人 周文华呀 就是他的事 好嘞 你不是走水路吗 你可别怪我 我给你搅和搅和 这个妖怪呀 他也互相有穿户 甭管天上飞着地跑着 他们也有 就跟说下是一样的 你是哪个团的 你是哪个单位的 咱们互相 咱们得标起板来 咱们得如何如何 他也是讲这团结的 所以说狐狸回过头来 找自个儿的姐们 果不其然 当天周的人这儿 就出事了 周的人来的时候 不是带着那个老太后 给着金刚串的戒指吗 这儿拜完山 再回去上了船 大馆就周福过来了 大人跟您说 戒指丢了 什么丢的都行 那个不能丢啊 那是奉圣旨的一个正事 那是得搁在庙里 您搁不了庙里边 没了 怎么会没的 来了一个大姐 穿着一身黑 就上船来晃了一下 就没了 哎呀 干了 咱们这可欺了君了 有物亡命 这可怎么弄啊 大人跟这儿顿足吹胸 正难过呢 一回头 大人愣了 他们坐着一和尚 也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啊 和尚脱了鞋 跟这儿搓脚呢 你 您是 怎么呢 呛得好 您是 我看看你了 你挺好的 我挺好的 您是哪儿来的啊 不重要 我来给你帮忙来了 不是 你给我帮什么忙 你们谁认识他呀 官船上 来一和尚坐着搓脚 谁受得了啊 您是 这个船美到了当地呀 有当地的地方官 要给送吃的呀 补充一些个东西 所以有人认识 就赶紧把周福叫出去了 那可不是一般人 那个 罗汉爷 怎么来怎么去 把事一说 周福赶紧进来了 顾灯就跪下了 大人哪 这是 这是 罗汉爷 这个 纪公长老 这踏了人家 你看咱们这事 哦哦哦 是是是 知道吗 耳朵里灌满了 没见过 因为他这个 公布侍郎啊 他什么水利的事 河道的事 常年在外 他不怎么在潮里待着 一听这个 赶紧过来了 哎呀 这个罗汉爷 我得求求您 你给我帮忙 别着急 你这是很简单 一会儿就行了 你往那儿看 拿手一指 大伙往外一瞧 就在水面上边 来了一位金甲天神 手里边 抓着一个女人的头发 这女的一身黑 抓着头发 在水面上 就飞着过来了 来到这儿 天神没劲 他一抖手 啪 这女的就扔进来了 整个扔在船舱里边 都傻了 呦我的天爷 这是什么呀 罗汉爷乐了 起来起来 穿一身黑好 要想翘一身造 哎呀 男要翘一身造 女要翘一泡尿 不是 一身盘 请扫看 请扫看 他跟这儿瞎说 这女的一不扔个站起来了 啊 头上都是水啊 呸头散发 看他两边 转身就要走 走是走不了 为什么呢 他打一进这个屋 罗汉爷做法 整个这船就照上 出不去 好家伙 连撞了几撞 没出去 站那儿就傻了 再一回头 瞧见技工了 你看那个 周的人呢 连着几个差人 他不怕 他觉得这个人有问题 你是什么人 你不认识我 啊 你再仔细看看 你 放老娘走 你 你 是我娘啊 我也是大小 没看见你 啊 我 我也没想到 你 你 你抱抱我吧 哎呀 感情妖精也害臊 啊 哼 真着急了 一张嘴 啪 真往外吐东西 各位 这么大个 水晶球啊 吐出七个来 啪啪啪啪啪 这个很可怕 真的啊 你甭说他 各位您看 您各位 我里哪一位 一摘口罩 啪啪啪 你让他赶紧戴上 很厉害 那么说 这是个什么呀 你也会 这是条乌鱼精 我不知你哪位吃乌鱼啊 民间有传说 小孩不到16岁 不让吃乌鱼 乌鱼头上有七星 过去来说呀 比如说天上啊 什么哪儿 凶神恶煞 犯了错误了 打到凡间来 才让他变成乌鱼 他这个呢 只有四千年历史了 想当初大雨治水的时候 就有他 但是没害过人 他这个七星啊 是脑子上这七个斑点 对着这个太阳啊 月亮啊 吞气啊 修炼 五百年能量一个 这七个是三千五百年 刚炼好 但是有意见 他这个 他这种修炼是纯阴的 所以他成不了正果 这狐狸跟他是好姐们 没事两一块喝茶呀 聊天吃饭呢 看电影啊 什么下午茶什么的 老劝他 你得啊 这个采阳不阴 你得这个 你得拿了 老劝他 今天又找他了 说他那儿有一个戒指 这个金刚座 乃是纯阳之物 你得了那个 你阴阳相协和 你一定能成功 就是因为这句话 他才来着 白天上春来 把他拿走了 万没想到 落在罗汉爷这儿了 啪啪啪 望外一吐 这七个宝珠吞出来之后 纪公乐了 纪公那是活佛呀 活佛也会念咒啊 阿窝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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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对不起 念头都我都忘了 也不是怎么念 反正念咒吧 这一念咒啊 这个纪公这俩眼睛 出两只手 鼻子眼出俩手 耳的眼出俩手 嘴里边一个手 整个七个手 七个手 接着七个珠子 一下接在手里边 这一吐 全在手里边攥着 再瞧这 乌鱼精 杀了 怎么呢 这个东西 你想一想 就跟狐狸土丹似的 他全靠这点东西了 这个没有了 那就是菜 对啊 你想 有这七个珠子 你是神仙 没这个 你就完了 对不对 等着吧 凉菜上完就是你 真害怕了 就知道对方惹不起 孤灯往这一跪 哎哟 那个 我也不知道您是谁 我求您原谅我 我修炼好几千年 我没害过人 我那个 我没想到 您给我一条活路吧 罗涵爷乐了 倒霉倒霉 你狐狸精神 你知道吗 这样吧 以后啊 你还有用处 我留下一个在我这 那六个先给你 万事我给你一个剪贴 有朝一日 剪贴要是一亮了 就是我找你 找你来 必有大事所为 到那会儿成了 咱们再说后头 我保你成正国 我这谢谢您了 棒棒的磕响头 给了他 这六个球之后 这种一翻身 顺窗户出去 掉到水里边 就走了 哎呀 周的人说 您这就放他走了 啊 我放他走 那戒指还没留下来呢 哎呀 忘了啊 您不能忘了呀 这这 咱留了一大个 大个都不管用啊 我不要这个 我要那小的 小的在这儿了 一伸手掏出来了 你看见了吗 这 就是他 哎哟哟 我彌陀佛 圣僧 我谢谢您 你别谢我 啊 马上要出大事了 你 怎么来这么个喜训呢 啊 你往外看 拿手一直窗外边 回头一瞧 这水啊 得够十丈 在水面上 站着一个东西 人脑袋 龙身子 有人说 有这个东西 哎呀 各位 您上个洞员 看看去 它怎么能有呢 故事嘛 你不能真有啊 是不是啊 都杀了 啊 人头 龙身子 站在水面上 后边跟着 十丈水 有人说 这是什么呀 您记住了 这叫龙瑞人 啊 龙瑞人 父到人家 得了龙气之后 生的孩子 这东西 只要是一落生 直接就下海 那么说 他为什么要来 找寄公呢 因为寄公前世 是降龙尊者 跟着如来佛 过海的时候啊 他出了迎接来 如来佛 跟他斗着玩 这个东西 小心眼 一直怀恨在心 多少次憋着 出来打架来了 都没成功 今天他来了 他往这水面一站 罗汉爷开心了 我得跟他玩玩 推开船舱 往里走 突然间发现 就在船舱上边 站着一只麻雀 各位 天不怕 地不怕 就怕这只麻雀 怎么呢 平常的麻雀 都是两个腿 跟着蹦着走 唯独今天 这个小麻雀 跟人似的 一步一步 往前躲 别人没往心里去 寄公吓坏了 我的天爷 这个事儿啊 怎么办呢 这世界很酷 他不是onton אבל 我知道 有一句 parole 子 。